財產權與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應至本解釋公佈之日起 致辭於屆滿一年時施期效力 未符合上開司法院解釋意志 教育部原理修正本條例第14條 那麼在修法的理由以及重點的部分 那麼分別說明 第一點的部分 符合憲法第23條鎖定法律保留的一個原則 那麼主要是基於整體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權益之公平與國家財政等因素之考量 避免造成相同年之條件之在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與非在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 給予有失衡之情形 有關承認公務員年資在任或轉任的規定 應有年資合併計算並受退休年資採計上限規範之必要 唯因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 須以法律詳為規範 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二 公立教人員退休權益的橫平 參著99年8月4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7條 那麼以致100年1月1日正式施行 已將原該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二項 有關退休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之退休年資合併計算 及採計上限規定納入法律規範 為其公教人員退休年資處理一致 但是針對本條例施行細則 第19條第二項 有關移領退休給予或資遣者 在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時 那麼相關的一個聯資合併採計 及採計上限規定納入法律規範 那麼重上呢 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以及公教人員 退休權益恆平之考量 本條例第14條條文之修正 將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重新退休之年資合併計算 及採計上限規定提升至法律未接 卻有其必要 第二大點 教育部呢 就大院委員擬據本條例 第14條條文修正草案之說明回應 首先呢 針對第一部分 林維州許淑華委員 以及顏寬恒 陳學生委員所提版本的部分 有三點的一個說明 那麼第一點呢 有關第一項規範主體 不僅限於本條例退休者 上包括本條例之前或離職者一節 查本條例第一條規定 學校教職員之退休 依本條例行之 基於本條例並未規範 學校教職員資遣事宜 同時呢 本條例的第八條以及 第八條第六項 對於已領回離職給予後 再任教職員之年資已有規範 應不須於本條例重複規範 原第一項建議維持現行條文 二 有關第三項正列規範第二項 所稱其他公職人員定義已結 參著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七條 所稱其他公職人員之定義 係規範於公務人員退休法 施行細則第21條第三項 原此節建議 是本條例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完成立法程序之後 再與本條例施行細則 比照公務人員退休施行細則 第21條的相關規定 那麼配合來規範 第三 有關於第四項正列 在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任職年資滿15年以上者 退休金給予及具有退輔薪資實施前 也就是就職年資之計算方式已結 有上開委員提案正列之規定 細參著99年8月4日 修正公布後資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七條 第三項之規定所訂定 該修正條文也在100年1月1日 正式施行 委員所提列正列規定 跟公務人員相關規定是相符 交易部淨表同意 為因本條例並無資遣之規範 原此向後段依本條例重新資遣者 其退輔薪資實施前 年資之前給予計算方式一同 建議該段文字予以刪除 二 針對柯智恩委員所提版本 柯委員所提版本內容 大致與行政院版本相同 基於法案整體考量 及未來執行順利 建議以行政院版本之條文文字著作修正 所以相關的條文有部分文字上的一個修正 那麼再能夠予以這個修正 那麼我們也淨表這個同意 以上報告 近期各位委員會議支持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柯智恩委員說明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陳如剛剛我們林次長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了 這個提案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憲法 它第15條的規定 人民的財產權應該受到保障 而公立學校教職員請領退休金的權利 是憲法所保障的一個財產權 所以如果我們要限制公立學校教職員員的權利 就必須要定立法律 所以呢 經獲施立法機關 具體的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來定立命令 那我們剛剛也知道了 在104年6月18日 司法院試自第730號解釋 就已經說明了 我們這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施行細則的第19條的第二項 其實已經違反憲法第23條 所謂法律保留的原則 所以為了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以及考量整體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權益的公平性 所以我們就擰聚了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第14條的修正草案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將現行 教職員退休條例 施行細則的第19條第二項 有關退休在任公立學校教職員的 退休年資合計 合併計算還有採計上限的規定 我們把它移到本條例的第14條 使它具有法律的規範 就是說它這個其實非常的明確 而且它時間是非常的緊急 因為6月18號 如果之前沒有通過的話 那其實會讓很多的老師 他們在這個空穿期上面 可能在這個年紀計算 會發生一些問題 所以請各位委員支持 謝謝 請顏寬恒委員提案說明 顏寬恒委員 顏寬恒委員 不在 現在請林維州委員說明 顧立雄委員 拜託你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是請林維州委員做提案說明 好 謝謝 學校教職員請領退休金權利 受憲法15條財產權保障 其限制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主要也是因為法律保留原則的關係 我們提出這一次的這個條文修正 這個司法院試制第730號解釋 關於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 第19條第二項 有關以領退休 包括退職退伍 給予或之前給予者 在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 重新退休的時候 轉任之後要重新退休的時候 其退休金激數或百分比 連同以前退休 包含退職退伍激數或百分比 或之前給予合併計算 以不超過同條例第5條 及第21條之一 第一項所定最高標準為限制規定 欠缺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 依同條例請領退休金之權利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侵害其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 以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因自本解釋公佈之日 也就是104年6月18日起 致辭至本屆 於屆滿一年 也就是今年105年6月17日時 施期效力了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期限內 趕快訂定法律相關的條文 以符合這個法律保留原則 人民之財產權應於保障 憲法第15條定有名文 公立學校教職員 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下稱矽徵條例 請領退休金之權利 乃屬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對上開權力加以限制 須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 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 以命令訂定 應經法律具體明確授權 指得定之 以上 這個 修正 這個條文的相關的背景及說明 謝謝 好 現在都已經報告完畢 現在開始要進行尋答 本聯席會委員發言時間10分鐘 非聯席會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 均不再延長 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我們請登記第一位 吳智陽委員發言 主席又請次長 請林次長 吳議員好 次長好 是 這個修正案大概不做不行了對不對 是 那是因為大法官會議解釋 對 6月幾號沒有通過大概就不行了 是的 我問你如果來不及的話 會產生什麼法律效果 來不及的話 基本上就是生效之後呢 可能針對退休之後呢 再任公職公立學校的這個教職員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他 不能限制他 對就沒有說這個限制 退休以後這個延支的部分大概可以為併計 所以這應該就是跟所有公務員退休的體制要拉在一起 對 應該是跟公務員是一致 那基本上的意思啦 因為你條文說實在 一般人看這條文完全看不懂 是 太拗口了 對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從事這個公教人員 不管你分幾次退休 加加起來不能超過35年 是的 就是這樣嘛 對 雖然你可以活得很久 很有工作能力 但是因為國家的財政 以及跟其他的公教人員 相平等的條件 那這講一樣的東西 在民間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就是個別的公司企業 你做多少就算多少 應該是這樣 好這個第一個要講清楚 就是說是有法律的修正的急迫性 免得會出現一個空窗期 我想基本上大家都贊成啦 但是我有幾個就是說 因為你既然要修啊 我是建議 因為我們是法治委員會 我就覺得以前我曾經在法治委員會 任過委員 那我覺得每次法治 關於人事的部分 不管官制官規 退休 這些部分啊 那些文字實在是寫得有一點複雜 不清楚 體系不清楚 我這邊有簡單兩個意見 第一個就是說 像我們招委的這個版本裡面有講到 必須要把其他公職人員把它定一定清楚 那我覺得我認為是應該要定清楚 因為你是說比照其他公職人員 這個就是在公務人員退休法裡面 其他公職人員在細則裡面 的21條有規定 所以你也建議說 等我們這個法律修正完畢以後 在本條例的施行細則 仿照公務人員退休法的施行細則來定定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那我是建議 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次的修正 就是因為人家認為 在法律保留上面有所欠缺 因為你已經去限制他的 總不管他工作幾年 最多就是35年 這樣子的年資了 所以很多的公務人員一輩子 他就是靠這個退休 所以他會去非常計較這個事情 非常在意這個事情 那我的理解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法律 跟公務人員的 公職人員的 公務員的 沒有一個法律講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沒有一個是一樣 刑法的公務人員服務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 什麼什麼 沒有一個講的公職人員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關係到他要領錢的東西 所以我是認為說 如果你還是放在 以後的所謂施行細則裡面 到時候又會有公務員 在跟你打官司 打到大法官會議解釋 我很怕這種事情又來一遍 因為你現在不是 你是公教人員 教職的部分可能比較好認定 那其他這些所謂公職人員 怎麼樣程度才算公職 在這個法律裡面 我覺得應該要把它定清楚 所以如果不嫌麻煩的話 我覺得林維州委員的這個版本裡面 建議其他公職人員用立法明定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不必再等那個什麼 修正的那個施行細則 也許也會避免掉 以後可能發生的這些紛爭 因為最近真的 我們辦公室也收到很多很奇怪的 因為每個人走的那個職業的歷程都不一樣 有的公在私在公 有的私在公在私 他都會很計較 就是說我這一輩子做了這麼多的事 為什麼只因為這個路徑不太一樣 結果會差這麼多 所以我是建議第一個 其他公職人員這個一定要放進去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是行政院的版本 或者是科委員版本 還有林委員 所以我看行政院的版本 也是直接把原來 實行細則的那個條文 就直接移植到十四條的第二項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就要請教 因為我不是本委員會委員 在座很多大律師 尤其顧力雄顧力士 我覺得他是法學造詣非常深厚 我覺得你這兩項 你從頭這樣念下來 你會覺得不知道在規定是什麼 第一個主體到底是不是一樣 你這兩項講的主體 那個人是不是一樣的 是不是其實都是曾經 辦理退休的這些人 是不是一樣 這個要界定 因為你一個原來是規定在 實行細則 一個原來是規定在法律 可能講的情況是完全 不是順著那個邏輯下來的 那你現在直接把這一條 直接移到這個第二項 你的文字上面 念起來就會覺得非常的拗口 而且不知道到底那個年資 到底是要個別計算還是重新計算 其實就我的了解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話 麻煩再修這個法的時候 把這個條文修得清明一點 其實它要違法的 或者是使用最大的 你要的大法律 應該是那些 一些政治小病 那很多的有可能 都是那些大法律 如果這個議員 是上班的話 都是 其實我們 有什麼問題 那你沒有說 以後基本上的原則就像第一項一樣 這是年資個別計 而且就是說 你已經領的退休金是不能 不用繳回個別計 原則是這樣子 但是在後面這一段 能夠採計多少年 這還要回去算算看 跟前面已經退休的那個 加起來有沒有超過那個35年 如果超過35年的部分 在後面這一段也不能再計了 是不是這樣子的意志 如果是這樣子的意志 請照這個意志 整個把它順下來 要不然你前面第一項講 不要不予計算 個別領回 然後後面又說要鬥鬥起來 那這個其實大家就有點會搞混 因為這個應該是依照一些 實際的案例去編寫的一些文字 那在法律的抽象性的部分 我們竟然定在一個法律 就是一定要 就是法律保留原則 我想在法治委員會裡面 很多專業的人 這一點等一下你們在討論 具體的條文的話 既然要修啊 就把它修好 只有幾條嘛 好好這樣修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吳委員 謝謝 謝謝吳委員專業的意見 很好 這個等到我們逐條在審查的時候 我想我們感謝吳委員的一些建議 接下來我們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這個林次長 是不是請那個林次長 請 次長 林委員好 次長 你早 是 次長 是 我想現在提出的新世代高校藍圖 目前民進黨全面的阻擋 那準次長表示說 上任後將會持續的推動 但校校有特色的基礎 這個他不太認同 那這個高校確實要有特色 那教育資源畢竟有限 必須要集中 才能讓力道更足夠 如果要幫台灣年輕人找出路 就要看向全世界 請問民進黨主黨新世代 高校藍圖的原因 你認為到底是什麼 我想大概是一方面 那個高校藍圖的部分 他整個經費的部分 涉及到五年 大概一千億的這樣一個經費 當然也會涉及到 未來這個民進黨520之後 執政之後 整個高校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麼在這個政權交替的過程當中 可能民進黨覺得 可能是不是應該多一些的時間 去做一些的這個討論 然後呢 會影響到未來 五年的一個高校的一個發展 同時在經費編列的部分的話 到底應該怎麼去分配 這個資源的部分 應該還是有一些討論的一些空間 那個林市長 我再請教你 是 未來民進黨政府 如果都集中資源在特定的學校 那是不是代表其餘的學校 學生啊 可能會被犧牲掉 甚至於會給這個社會淘汰 你的看法呢 我想在整個高等教育的這個資源分配的部分 當然一方面也必須考慮到 跟國際的一些競爭 拔尖的 拔尖 學校的一個拔尖的部分 當然也固然有它的一個必要 但是呢 整個普及教育的整體的提升的部分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如果去兼顧拔尖 跟橫平性的這個考量 我想這個是未來在高教的整個政策上面 所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市長 我再請教你 因為全球百大 生育最佳 大學的排行榜 台大雖然上榜 但是喔 排名連三年下滑 已經面臨啊 幾乎要落榜的這個邊緣 那這個準教育部的次長 說台大副校長陳良基認為 社會對高教投入的力道不夠 那請問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基本上當然對於高教的 這個品質的一個提升 教育經費的依註 固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呢 我想除了教育經費的依註之外 很多其他的一些主客觀環境的一個提升 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都會影響到整個高教的一個排名 以及整個高教品質的一個提升 我想這個部分未來在520 這個民進黨執政之後 我想一方面的正在資源的一個分配啦 二方面怎麼去引領這些大學校院的部分 提升學校的一個辦學的品質 以及國際的競爭力 我想這個都是未來必須要面對挑戰的一個課題 林市長 高教水準下滑 如果社會要投入 那請問到底社會應該投入哪些東西 或者是如果社會 投入力道不夠 這個 投入力道無關 那是不是 這個 你會不會認為那個準次長他是有偏見的 因您看法 有關這個除了政府部門的經費投入之外 當然大學的部分教學研究服務 它的面向的部分可能也包含了社會的社會各界的一個資源的一個依注 所以除了政府的資源一直以來 怎麼去將民間的資源的部分能夠投入進來一起 那麼為了未來的這個高等交易的發展 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所以包含了加強像產學合作 或者是產跟產業界的共同來培養這個人才的 企業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都必須是未來大學一個非常面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想這個部分在我臨執政之後 我想新的這個接任的政府應該也會對這個部分做一些詳細的討論 林次長 那個馬上接任的準次長說 高教資源也不用只考慮高教經費 可將這個視野拉遠 包括中研院啊 公研院啊等等單位資源的都可以整合 和國際打仗需要全國努力 那請問目前準次長所說的其他單位資源是不是都沒有整合 包括公研院啊 包括中研院等等 是不是都沒有做一些整合 呃 跟委員報告啊 那我想 呃 除了教育部或是教育部門的相關資源之外 事實上教育部也一直包含跟其他的部會啦 包含像經濟部啦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部會等等這個部分 以及這個相關的一個公務部門的相關的資源 包含剛剛提到的 呃 中研院也好 公研院也好 對 等等這些部分也都有持續在進行一些的部分 當然 有沒有合作整合啊 有沒有 是都有持續在做一些的整合 跟持續做一些的合作的這個部分啊 都有 那當然如果未來去強化 或者是在增強他的一個功能 當然這個還有一個持續可以努力精進的空間 是不是齁 在整合過程有一些 呃 這個逢到一些整合上的困難 有沒有 呃 基本上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啦 那我想只是說 怎麼樣子加強這個整合的一個力道 以及看合作的這個項目 怎麼樣子讓這個能夠更發揮綜合的一個效果 那我想這個不能再持續的精進跟努力 林次長 因為齁 馬上接任的準次長認為說 台大經費逐年下滑 自然在國際上難以和其他學校來競爭 齁 那他說上任會不會盤點 國內資源的現況 思考是不是有更多應用的可能性 那請問經費多寡和經費使用 分配是不是影響高教品質最大的問題 呃 經費的一個分配 固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啦 但是我想 呃 學校的辦學品質的部分 基本上還有很多一些因素啦 不光只有經費的問題 應該是不光是只有經費的一個問題 不是說用經費來看他高教的品質 到底好不好 對 對不對 是的 那個次長 因為在少子化趨勢下 持續來增加高教資源 到底是平均投資還是要重點投資 才能將資源花在刀口上 因您的看法呢 呃 我個人的看法 基本上應該是兩軌是並行啦 那也就是說可能針對 一些重要的政策的部分的話 拔尖的部分確實也有它的一個必要啦 但是呢 在整體性的資源的分配上面 也能夠呢 讓更多的學校 能夠發揮自己本身的一個特色 也能夠平衡的一個發展 那我想這個都必須要去做一些 橫評上的考量 那個 次長 是 我再請教你齁 因為 這個馬上接任的準次長表示說 許多台灣年輕人一身功夫啦 不要只做廉價工作 自己要把自己作件 齁 那任何政策只要 能給年輕人舞台 都願意嘗試 齁 那請問到底台灣年輕人的一身功夫 是不被重用嗎 因您看 呃 我想那個陳准正次 他的說話的意涵的部分 那基本上應該也是在鼓勵 我們的年輕人的部分 能夠追求這個 自己的興趣跟他的能力的一個發展 而不要是受限於現在的環境 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一個相關的條件 對不對 因為這些年輕人一身功夫 是不被重用 還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最後變成自己作件自己 是不是這個樣子 呃 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是給年輕人更多的一個發展的機會啦 那個 次長 年輕人自己本身也應該是 自己要挑戰自己 能夠面對這個困難 跟問題接受挑戰 其實喔 教育的目的 竟然是為年輕人來創造舞台 那請問是不是 因為我們政府沒有人力 搭好和世界競爭的這個舞台 所以說才會讓我們的年輕人 能夠無力施展他的抱負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想 呃 政府在這個 包含了 呃 引導學校國際化 或者是呢 提供給我們孩子 能夠參與國際的這個相關的機會的部分 一直都持續在努力 那個 林次長 是 因為針對齁 這個準次長的說話 有網友啊 質疑說 誰會作賤自己 根本是社會啊 灌老闆 呃 聯合壓榨年輕人 所謂灌老闆就是 用於諷刺台灣 目前啊 部分企業組 呃 這個短視盡力 只想要找好用的勞工 不付適合的這些錢 呃 又不肯花錢去訓練培訓 這些員工 只想 呃 這個 塑成 事多 而且不知心 齁 那請問你認為 網友說的話對不對啊 呃 我想這個 給年輕人機會齁 齁 除了政府部門之外啊 我想這個民間的企業 齁 包含企業組的部分 也是應該是要共同去做一些的努力啦 才能夠讓 那個青年人能夠看到 他們自己本身的未來 那個 次長 如果未來高教過於資源集中 是不是更容易發生 這個 逝者生存 不逝者淘汰的狀態 以目前整個金字塔形的這個競爭環境下 你認為教育的是人 是不是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呃 所以高教的部分也一直都是 包含政府也好 包含各界當然包含各位委員啊 非常關切的一個議題啊 所以高教的一個發展 怎麼去做好發展 當然教育部在整個政策制定上 教育部有它的責任啊 但是怎麼去獲得到社會的一個共識 大家共同 謀求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我想這個部分也必須持續去做一些的努力 好 我時間到了 我想 這個 次長很辛苦 謝謝你啊 是 因為 你們12號以後就 就總辭嘛 還是感謝大家這一段時間的辛勞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柯建民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同仁好 然後請林次長 好 請次長 謝謝 柯委員好 你好 是 我想今天這個修法齁 執筆而論有他的時間壓力 我們今天要應該要大家先擰清幾個問題 這大法官七三十四線 當然最主要是過去有一個工友在台南 教育學院然後要轉到台大 另外一個台電那個 退休的要到新竹教育大學當教授 所以他去提四線 基本上大法官七三十四線的結果 我想和原來沒有什麼影響 也就是說他重申了這個人民的財產權 以及這23條的 第15條以及23條的法律保留原則 這本來就很多現在很多事實上要法 要人民權利義務關係 其實要以法院定制 是他們要去盤整太多了 因為他這個已經違憲 但事先撕出來結果 坦白講對當事人是沒有影響的 只要我們這個時間裡面 修法修完畢以後 對當事人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他是把這個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這個有關第5條第21條 從施營細則搬到母法上面去 但是他天花板還是在的 天花板還是在的 所以說今天沒有修 天花板就不見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先掌握幾項原則 第一個是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大灣在青年試出來的時候 在上一屆 上一屆應該要修 但上一屆為什麼沒有修 為什麼沒有修呢 是行政院把這個要修法版本 拿給國民黨另外一個委員 那時候招委也是李學章 李學章說你不尊重我 你哪來給我提怎麼搞 給別人提提 所以他就不排了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今天好長廷會做 蠻負責的趕快要來排 所以過去就是這樣 但是就不排 但是這個現在排 要排要噴到 我們第一個要噴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齁 時間壓力的問題 6月18號 要修法公告 這可能是小燕上台以後 第一個要公告 公告 因為有事件壓力嘛 那以現在我 我在這裡向各委員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到5月31號 就是必須總質詢的 反正就要留意根本沒有時間修法 所以今天大家要掌握一個原則 就是說 我們在 在這個 今天假如說 大家非常好都沒有意見出委員會 那可能520當天 在 審查報告再做一做 到程序委員會 走上 走到三讀 要三讀的話 正常程序是520 那要禮拜五 可以處理 那我想這樣是來得及的 再錯過後可能都有問題 那520這個要處理 520當天是 又是國慶 那當然 朝日有學商 要 下午就可以去開會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必須掌握這個 修法原則和歷史原則 歷史原則是這樣的情形 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到 好 有四個版本了 那我會看一看 大概林維多委員和盈寬委員的版本 應該是法治局的版本 那柯智恩委員的版本 在3月9月要提 那是舊行列版本 舊行列版本 和現在行列版本是一致的 所以現在分為兩個版本了 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 這個兩個版本的問題 那這兩個版本有差異度 是有差異度 這兩個差異度沒有講好的話 這個 在學商怎麼樣 是根本不可能 到大法案四線 68號以前來完成 所以今天 我在這裡 把這個問題先點清楚 大家共同來思考 到底要照法治局的版本 也就是 林維多委員的版本 或是行列版本 這是兩派而已 那這個 在這個談這個以前的時候 那我先請教次長 我知道 當然你這個變形 以後再進來變形也不多 有關於 我們現在年金改革 這先是叫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和 教育部相關 有關是哪個條文 哪個法案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跟 跟我們 學校的相關的部分 就是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就是這個法 對 就是這個法 只有三個法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是 是牽涉到年金改革 整體面向來看待 因為整個年金改革 有三個法 和 學校教職人員 就是學校教職人員 推休條例 和公務人員有關的是什麼 和公務人員有關的是公務人員 推休法 和 現在今年有關 入海空 經關 四關條例 這三個現在是 年金改革 要去處理 那過去 坦白講 我們現在是 現在教育部是 七五字還八五字 市長 現在七五字還八五字 現在是七五字 對啊 可是公務人員推休法 已經改了八五字 是不是 是的 然後 這個在往前推的時候 這個法 上一屆 年金改革的時候 持兵而論 一直沒有過 教育部 報 七五改報 是主要的 洪文秀之委員 也就是現在國民黨主席的主要 因為他長期在教育委員會 他一直捍衛教育人員 所以阻礙了整個改革 所以 現在 目前 教育 這個教育人員 還有18% 所得替代育 有可能超過百分之百 是不是 那他 他也 也沒有改 八五字 今天 我們要談談就是說 整體的面向是這樣 這個 經常有年金改革 那我們現在單修這一條 耳後 我看 這個未來還是要修的 所以未來修 那今天修這個 照行政院版本來講的話 他只是應付大法官的視線而已 大法官所沒有提的 沒有談到有關之前離職的部分 就沒有修了 這叫便宜行事 所以林維州委員的版本還比較完整一點 但這個完整中也有麻煩的地方 所以今天 因為有關於這個 之前 最重要 你第一項完全分析就不一樣 林維州委員的版本還有 第二項是OK的 第三項第四項到底要不要修 你們是不要修 你不知道第一項最後 你有關於之前離職的 全部把它花掉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一個選擇 要修到什麼程度 照 你說之前的部分 現在 現在教育部有關之前的部分 用什麼 用什麼法來處理 我們用行政規則的方式做處理 在行政規則上面規範 比照公務員的規定 這個是全部要法律保障的原則 你們是引用公務人員之前 給予辦法 你的報告書面顯得很清楚啊 公務人員給予辦法 公務人員給予辦法 我請問 會掉了嗎 已經廢止掉了 廢止了嘛 一百元就廢止了嘛 引用韓式說 照那個 引用公務人員之前辦法 你教 教職人員之前 之前沒有法律定資嘛 你引用公務人員之前辦法 公務人員之前辦法 已經廢止 只要一百元廢止掉 他已經回歸到公務人員推修法去了 已經立法 所以你今天講的 你今天的報告書 你會收談的時候 我們之前的部分 我們要利用那個 公務人員之前辦法 所以這個不要修 那個辦法已經廢止掉了 所以 教育部你今天報告書 其實裡面有很矛盾的地方 也有 法理上 坦白講不通啦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 共同來 研修一下 來 必須要有一個抉擇方向 所以抉擇方向就是說 要照委員 委員 這個版本 他第一項裡面 你只有提到 退休人員 第一項裡面 他要提到 之前級 有提到之前嘛 之前級歷史 那這個完全是不一樣喔 所以等一下要把這個 先連清楚 你要之前級歷史的話 當然第八條 還是不足 還是不足 我相信這個 學校教職人 學校條約 還有很多其他相關條約還要改 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 市長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今天 你所 你來defense的 你來反對 也沒有什麼道理啊 你反對 你做委員這個版本 也沒有什麼道理啊 你說這個照 這個公務人員退休 給你辦法就好了 那個已經廢掉了 全部要法制化 全部要法制化 這個 這個 這個730 視線的話 當然要法制化 當然要法制化 所以這一部分到底 將來 下一步 我想 你們 我不知道你還 市長還會不會在 這是牽涉到年齡性改革 但是底下 這幾個 我看你旁邊這兩個小姐 回去做沒有關係 將來你們還是很重要 這個文官體制還是在的 所以 今天 這個地方 我 再次的表達 就是說 有關於今天 為了大關 730 視線的問題 當然 再來修 說是把法制化 然後 聽話版 都有道理 之前 的部分 要不要處理 必須要有抉擇 那 假如用時間的壓抑性來講的話 以後年金改革 也必須要重修 會越來越遠 可能 趨勢上面的話 我個人認為 這種行政版本 可能才敢得及 在520的時候 在這個月 裡面完成修法 符合大法 實現 時間壓力 這是本期的看法 謝謝 非常感謝 柯委員 給我們講得那麼清楚 這個 條文修正的來龍去脈 講得清清楚楚 等一下 我們逐條的時候 也請柯委員 繼續給我們 寶貴的意見 接下來 不好意思 我請許舒華委員 先幫我代理主席一下 好 我們請張宏露委員 發言 請張委員發言 好 我請那個林長次 林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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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還有我們那個 權序部的林副司長 請權序部林副司長 林副司長 好 三位好 好 司長 是 沒想到在立法院還會再質詢你 是的 謝謝 我想先請教一下 你覺得這個法令 修法有沒有它的急迫性 跟張委員報告一下 剛剛大概在說明的時候也有提到 因為這個是主要是在去年 6月18號司法院的一個解釋 這個我知道 雲英跟來龍去賣我都知道 是的 你認為有沒有急迫性 跟委員報告 因為 法官的解釋裡面是一年內 那麼時期效率 那也就是在6月17號如果沒有完成修法的話 那麼對於成寧政府的預算編列自應退休金的 如果他在任公立學校的教職員 重新退休的時候 那麼就會產生這個 那個計算退休金的這種失衡的問題 因為依照我們的規定的話 那個公交人員退休最高是35年 那假設如果說有一位的話 他是30年之後 那麼他服務了40年 然後退休的時候 他退休金是算35年 但是假設有一位呢 是30年退休以後再任又10年 如果他沒有辦法併計合計的 沒有去做一些妥善的處理 他可以領到40年 這個我都知道 這個我都知道 是的 所以我 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的急迫性 就是因為大法關係的這樣 這是你們的急迫性 沒有其他的急迫性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想問一下 這個 對這一次我們 這個修正草案 我們的修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一方面的部分當然也是能夠確保 那個所有多數的學校的這個 退休教職員工的這樣一個權利 同時也能夠讓公務員跟那個 學校老師的這個權益的部分 能夠做一些的平衡 以避免這個法律在解釋上面 會有一些空窗的這樣的問題 對 可是我想請問喔 市長 是 這4至730號的申請人 你知道有什麼人嗎 然後他們的內容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不用詳細啦 你大概知道嗎 對 不是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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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總共服務的快51年 對不對 那他會申請這個呢 是因為他那時候的公有的退職金35萬元 那學校職員年資呢他只能合計10年 所以呢他總共這樣子他領了72萬 沒有錯吧 那個人事處沒有錯嘛 對嘛 那我想請問喔 如果沒有這個規定的話 這個零禁止小姐呢 他可以領到多少退休金 對 是要看他最後的在職的時候 退休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一個年資 跟他的一個星級的這個部分 你不知道沒關係那個人事處 你應該知道吧 對 知道 他可以領到多少 報告委員 就可能要看他最後 因為他是組員退休 最後在職的那個星級是多少 然後再乘於他的 以舊字年資來講他是一年乘於5% 那如果以星字年資是一年乘於2% 不是啦 這個我們沒有時間在這邊算 好上數學課啦 你知不知道可以多少 沒有實際上也算過 我跟你講齁 你看 今天要來立法院 要來備詢這個案子 你們連相關資料 連什麼 連 承辦的人都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還來說要提修法 我真的覺得齁 這樣子很糟糕啦 我直接跟你們講好了啦 他如果沒有的話 他大概可以領到300萬 我如果自己算沒算錯的話 我應該沒有你們厲害 我為什麼要今天這樣特別問 我很支持我們修法要公平 然後呢 我們也不應該為了 某些人的利益或什麼 我們去做另外的規範 基於政府財政的負擔 然後基於公平的原則 我也不認為年資可以無限的上漲 我也認為35年是合理的 不過 我們如果只就法條來看的話 今天的修法好像非常的公平 非常的有意義 可是呢 你這樣子相對的去懲罰一個 你在學校的教職員 我們裡面的職員 工友或技工 他有如果今天他有要上進的心 他想要去努力 他從工友變成書記變成什麼 結果咧 我們反而打壓到他了啊 我請問次長我這樣說有沒有道理 是 有沒有道理 是不同的一個角度的一個思考 不是啦 當然是不同的角度 我要請教一下說 到底有沒有道理啊 還是你認為我講的這個是不對的 有沒有道理 呃 是有某種程度的道理 有某種程度 那到底哪裡不合理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基本上因為包含公教人員的部分 他退休也有相關的一個歸半在那個地方 也就是他有一個天花板35年 當然你無限制的去增加下去的話 當然也會影響到這個衡品性的一個原則 所以剛剛提到了 他有服務多少年資 如果是在民間的部分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在公務部門的部分呢 基本上他還是 他有他相關的規範在那個地方 對 不是啦 對 我認為啦 當一個 我現在當一個立法委員 是 我認為任何的修法 任何什麼 我們都要負責任 我們今天如果單獨就把 施行細則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把它變成 法條變成什麼的話 你不覺得只是形式上符合了 法律的保障的原則 法律原則而已嗎 你對實質的內容沒有去探討 那這樣子我覺得 如果今天這個法律的通過 就這樣子隨隨便便通過 我認為 其實會變成 一個立法院很不負責任 你會不會 到了到時候 年金要改革 要什麼 到時候這條法律又再來修一次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會不會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這個部分 基本上可能要看 這個年金的一個修法的一個情形啦 再來做一個 如果有必要 那當然再做一個調整 不過 如果以這邊 就是 他退休以後再任的話 他的年資的合計的採計的部分的話 如果是 除非是那個最高的年資採計35年 這個有做一些的調整改變 否則基本上 這個部分應該是議題是適用的 對嘛 這是法律上的 形式上的平等 是 我今天的重點是 形式上的平等 那如果實質上呢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的前提我並不反對 我也認為要改革 我也認為要做 也不可以增加國家的負擔 然後任何人的退休都應該公平 但是如果你今天照這樣子 是不是突顯了我剛剛講的 你反而會去懲罰到一個在學校裡面 就像這個案例 他是一個工友 然後他去努力 然後他變成書記變成什麼 結果到最後呢 他的工友留在二十幾年了 你反而是懲罰到他了 我們要鼓勵一個 一個在學校裡面認真的人 結果你今天這條法律通過 會不會變成我說的這種反效果出現 會不會 這個不會因為 不然你可以請那個人事處 你可以請他回答 會不會有照這種情況 你只要回答 會回答我會或不會就好 我想要報告委員 這部分我們還是考量到說 教職員的 如果你都是在同一個學校認職的人 跟你退休之後 有在任或轉任的人的年資的橫平去做考量 所以才會有一個上限的限制 那因為是 不是啦這些我都知道 你只要回答我 我剛剛說的會或不會就好了 我說的是假的還是事實 是不敢回答還是聽不懂我說的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了 他可能是在原來 市長我先問你 我剛剛講的這個情況有沒有可能發生 這個是有可能發生 對嘛有可能發生嘛 而且現實也是發生 而且事實就發生了嘛 他主要的部分是因為他服務公職的 前面的年資 他是比較屬於低階的年資 所以他拿到的比較少 但是我知道啦 在任以後他是比較高階的年資的部分 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我的前提是 我很認同這是修法的目標 跟修法的精神 可是我認為今天這樣 如果這樣這麼粗糙的 就是因為大法官的解釋 要求一年內 然後你就這樣子這麼草率的 把它做成一個這麼簡單的修法 我認為這個修法呢 是不對的 你只是法律上的假平等 你沒有真正達到 我們要年金要改革 我們真正要符合一個公平正義的目標 所以我在這邊我要特別就是講說 這一點是我們大家應該要三思的 不應該就這樣子去做 我不知道市長你認不認同 基本上我認同剛剛張委員的意見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剛剛提到的天花板的那個35年的部分 以及他整個核算 退休前跟退休再任的這樣子一個年資的這個部分 是目前現行的一個規定 可能大原則大概也是這樣 但是剛剛針對那個張委員提到 他可能再任之後的那個比較高值等 而且他年資也比較長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計算的一個方式 也能夠兼顧到這些退休人權益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將來再配合 我們這個軍公教人員整體退休制度的部分 我們再來通牌做一個檢討 我認為對我次長我就是要這樣子 我們今天這樣子但是我們對於一些實質上 真正的公平正義 我們在立法上也應該要去注意到 我相信次長也認同我這個說法吧 對那所以我覺得 你覺不覺得今天這個修法 我們是不是要再擴大的層面來看一下 不然今天為了一個大法官的解釋 四字732就這樣子 我真的會覺得 你如果這樣子通過之後 你會讓人家覺得很不公平 你同樣公務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 跟你從一個他也想要求上進的一個公有 變成一個 我如果沒記錯這個書記的話 你這樣子會懲罰到他 這樣以後你在整個校園裡面 你一個教職員 你就有不同的待遇 我是認為這一點我們在這次修法 我們必須要去特別注意的啦好不好 謝謝 謝謝張文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林次長 請林次長 謝謝 好 市長辛苦了 我想針對今天的那個修正的部分 我沒有太大的意見 但我有幾個議題想跟次長在這邊做研究 你也可以看到剛剛早上也有委員特別提到 就是我們的準教育部的次長陳良基 他在6號參加一個這個教育座談會的當中 他也表示 一段話當然就被媒體拿出來做文章 剛剛特別有委員提到 他說到在未來的教育政策當中 朋友人才是最重要的要幫年輕人找出入 那找到新的舞台創造價值 那也希望年輕人可以提升高度 視野不只放在台灣要放在全世界 那他也表示年輕人不要已經有一身的武藝 去做22K的工作 自己把自己做件 當然我了解他這段話您剛也有提到 他當然是希望鼓勵我們年輕人去創業 但事實上我們說年輕人要創業 他必須要有一些的資金 那這個資金無非是來自於家庭的一個支柱 那如果這個年輕人本身又沒有家裡的一個支柱的話 他必須就朝向去貸款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不是說創業不好 那只是說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樣 在我們的大學裡面去教育我們的年輕人 到底應該是要更務實的去看待我們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我們去追夢 所以我想你覺得這樣子 對你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這是一種好的現象嗎 是的 跟許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當然對於年輕人的這種出入 年輕人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希望嘛 當然我們也希望那個協助年輕人來 不管是在求學或者是在就業階段給你 他們比較大的這樣的協助跟幫忙 那據我的了解 目前在大學校院 學校裡面目前也都非常重視所謂的三創 這個創新創業 那麼輔導學生就業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整個學習 那對於創業的部分在學校 也很多學校開設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給予這個學生這個協助跟幫忙 你覺得他講這段話你認同嗎 你認同他應該鼓勵年輕人去追夢是事實 但一方面我們都應該鼓勵年輕人去追夢嗎 就是說在他自己也沒有創業這樣的條件之下 他應該自己要去勇敢的去追夢 又或者是應該要務實性的去回到自己 未來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怎麼去看待創造他自己的價值 哪一個重要 當然鼓勵學生 跟青年學生去追求他自己的夢想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但是因為每一個孩子的 他的這個 他的特性 特質各方面 或者條件未必完全是相同 那如果孩子願意去創業的部分 當然我們營造更好的這個環境 讓孩子能夠去做創業 但是其他的孩子的部分 如果他能夠務實的去做一些規劃 那沒關係啦 那你前幾天我們也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有一名這個國小畢業 就是才15歲的一個少年 那他自己 有他自己非常 這個獨到的 經營的這個理念 竟然在網路上也刮起一陣的旋風 也創造了很多的一個業績 讓人家去看到他一個15歲的孩子 當然他後來是因為補稅的一個關係 這個事情才曝光的 那他的父親也表示這個孩子 從小就不按念書 而且很早就撬家了 那你認為呢 以這個孩子他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他適不適合來作為我們未來的 這個在創業上面的一個教材 基本上從教育的觀點來講 這個孩子是一個比較特例啦 不然他自己也是認為 他運氣是相對是比較好 不過從教育的觀點來講 我們還是覺得孩子應該還是 在這個正規的這種教育體制上面 接受完整的一個教育 之後呢 在有良好的這樣子的知識跟技術的基礎之上 然後再去追求他自己的本性的夢想 可能是會比較適合一點 對啊 因為你看我們剛剛提到很多的大學生 現在才是領22K而已 那竟然一個國中沒有畢業的孩子 他可以賺這麼多的一個錢 甚至他補稅的時候一點都不心疼 就是很阿薩利的繳稅 所以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在學校 教育我們孩子的價值觀 這是我們非常關注的 當我們了解孩子 你剛剛講他也是一個特例 但是當這樣一個特例出現的時候 他畢竟就會造成很多人的學習 很多的年輕人 他覺得他也未必在我們正規的 學校裡面的教育有用 如果我們可以循著這個孩子的模式 也能夠有成功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去跟進 所以我覺得未來怎麼樣 在我們的教育體系當中 創造我們自己給孩子的價值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整個的一個 學校的一個體制部分 都還是在培養孩子成為一個考試的 這樣的一個機器 但是並沒有去發現我們未來的 像這個15歲的孩子的經營之神 所以很多人會對我們台灣的教育 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看法 所以我想在這裡 未來的教育 我想有很多值得努力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這裡呢 我也要再一次的 這個請我們教育部這邊 能夠去多用點的心 特別現在的媒體這麼樣的開放 有很多孩子這樣的一個特例的狀況 就會被很多拿出來討論 那再一次的也反過來檢視 我們現在的教育的一個制度 所以我想新的一個政府 他自己的一個這個新的政策 要怎麼去推動 我們都樂觀其成 我們也很願意正面的去看待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還是希望我們的教育人員 多給我們在前線的這個老師 給孩子更多的一個用心 好 那我現在要請教一下那個次長 現在因為我們 我們台灣事實上是一個 已經是很多元化的一個社會 也很國際化 那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上面 事實上我們全台灣現在有很多的 這個語言系所的這個大專的學校 包括我們大學部跟研究所加起來 總共有680所 那麼從英文 日文到比較冷門的 包括法文 德文 甚至現在有很多已經不再使用的 像古希臘文 泛文這些都有 但就是除了日語跟韓語 這兩個東北亞的這個語言之外呢 全國的外語教學 事實上都是以歐洲的語言為主 那東南亞的語言幾乎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 就以這個反觀我們台灣 現在這五年以來 你看政大跟福大還有北科大 這三所的大學呢 加上2014年剛成立的 近南大學的東南亞學系 那麼還有在校內有開設的 越南 泰語 印尼這些課程等等 那台大現在也有在教菲律賓 泰語 馬來語這些是提供選修的 但是呢都是在日文 日文系底下的 所以其實就說在我們全台灣 159所的大學 這些680個語言相關的系所當中呢 只有五個是以東南亞的語言的課程 來做學習的 那目前呢我們內政部的統計呢 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 我們新住民的人數已經來到50萬了 所以其中又是以這個婚姻的配偶 是為最多的 那麼我們教育部的統計呢 新住民的子女呢 現在就讀的學校 從103年已經來到了25萬 國小是14萬多 國中是6萬多 高中已經是2萬多 那麼大專院校已經有3000多 那我瞭解我們台灣人 必須都是去關注台灣以外的 很多不同的文化 跟不同的這個語言 但如果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未來的教育部的市長 他特別的提到 很多年輕人可以帶著這樣的經驗 去東南亞去發揮 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加上我們現在在台灣的 我們新住民的子女是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並沒有積極的 去推動東南亞的語言的教學呢 跟學委員報告一下 那我們新住民 剛剛您提到的新住民的子女 或者是新住民 目前在就學的這個孩子 目前啊 大概主要大概高中以下的階段的 學生人數是比較居多的 是 所以目前針對包含的 在國小包含的107課綱裡面 未來新住民語言 也列為是必修的課程 那麼國中的部分列為這個選修 那同時呢 我們也鼓勵在高中職的部分 開設第二外語 所以除了您剛剛提到的 像日文啊西班牙文啊 話文啊德文啊等等之外 東南語系的這個語言的部分 我們也是鼓勵各個學校 可以開設第二外語 提供給這個學生學習的一個機會 那隨著這些新住民的子女 他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馬上進入到大學校院 那雖然目前在大學校院裡面 設置這個東南語系的這個學校 基本上還是不多 可能是五個還多少個的這個情形之下 教育部也會持續的鼓勵大學校院 來增設東南語系 以及結合東南語的東南語的這個國家的 這個相關企業的部分 讓這些我們新住民的孩子 能夠在國內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是因為我們現在對於我們很多的學校 我們都是鼓勵他啦 但我們現在很多開的這些 以歐洲為主的各國的這些語言 都是以興趣為主啦 那事實上教部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嘛 就是你要看待我們現在台灣 目前的一個環境跟未來 我們怎麼樣去為我們的孩子 就是創造這樣的一個市場嘛 競爭的市場 所以我們才有必要 在未來為他們鋪好更多的一個路嘛 所以我覺得不只是鼓勵啦 教育部應該可以扮演的角色 是更多一點的啦 好 那我要再請教 因為我們那個2016年 我們高等教育入學的人數 已經估計是減少了25000人 那教育部呢現在也在評估 因為小子化對我們大專院校 所造成的衝擊 所以我們現在也對於兩年註冊 可以為達到標準的學校 有減扣 就是有這個扣減我們招生的 這個總量的一個名額 所以我要請教你 教育部是否有公佈這些 列入退場轉型的輔導名單呢 教育部的部分基本上 對於各個學校的一個 報導率的情形的部分 這個教育部是有在網路上面 做一個公告啦 提供給這個家長或者學生 他們選田資源的這樣一個參考 那至於 退場輔導的這個名單的部分 基本上 教育部也都一直持續在做一些的 這個努力啦 但是應該是沒有正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名單 好 沒關係 那我有時間有限 我有機會我再請教您 好 謝謝 謝謝 許議員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蔣乃欣委員 主席有請次長 林次長 第二次上來不用再行禮了 謝謝 蔣委員好 次長好 我想看到今天的報紙 現在郭曉德老師 退休的人越來越增加了 對 那如果是以六都來講的話 對 這個104學年度 比101學年度 要增加了將近30% 退休的老師 那征選的老師的人數呢 也差不多增加了35% 那依照教師會 教師工會 是說因為老師退休的人數這麼多 年年的在增加 主要的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所以不如歸去 而老師的平均退休年齡 大概差不多在53歲 不曉得次長 您過去在台北市 擔任過教育局的副局長 新北市也擔任過教育局的局長 現在在教育部擔任次長 你對這個看法是怎麼樣 是 跟蔣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一方面是 這個少子化的一個影響 當然也包含了我們有些 教師的部分 他們也有他們相關的一些規劃 所以退休的原因的部分 是相當 是有很多樣 有些老師的部分是因為 他個人本身的一個生涯規劃 或者是身體因素 或者是家庭的因素 等等這些的一個考量 當然也有一些是因為目前的 包含了一些退休輔系制度的 這個不穩定的部分 也造成他們一個擔心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 退休的這樣的情形 所以對教師會講壓力太大 並不是這樣子是不是 壓力太大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我想大概 它的原因的部分應該是蠻多重的 是 因為以台北市來講 對 每班的老師已經1.92了 對 對不對 新北市有1.7 才1.7 對 所以這個數字都是比往年來講 要增加 所以每班的老師的人數 相對的是在增加 是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也會面臨到 我們現在很多教學的改變 跨領域的教學107 107課綱 就是要把跨領域教學加進去了 對不對 還有翻轉教學等等 那這些有些老師 他實不適應 如果有些老師認為他不適應 他提前退休 也有是可能的 那這樣子的話 未來這個退休老師的趨勢 是在增加 還會再增加嗎 以目前來看的話 有關老師的退休的部分的話 是持續的在穩定的增加了 是 是在穩定的增加 是的 所以未來還會繼續的成長 以目前來看 包含了很多的一些環境的一個影響 三年就將近成長30% 是 那未來怎麼辦 我們實質培育來講 對 跟實際的需求 有沒有能夠平衡 以目前來看 包含了因為 因為少子化的一個影響 所以大概各縣市政府 大概都有控留這個教師的一個人數 所以雖然是老師的人數 退休的部分 有持續在增加這種情況 不過也因為少子化 減少班級數的這個部分 所以基本上各縣市政府 那個辦理教師 教師徵選的人數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也觀察了一段時間 基本上並沒有顯著性增加的這種情況 基本上現在少子化 雖然是有減班 可是減班的幅度並不大 對 反而是每班的平均學生數降低 對 所以現在原則上就是降低學生數 而盡量不減班 目前 現在的教育政策是這樣子嗎 國小跟國中每班降低的班級人數 這個教育部已經好幾年前 就可以定這樣的政策 所以到目前為止 國小的每班大概就29人 國中是30人 這個部分的一個人數的部分是穩定的 對啊 還會繼續下降嗎 不會 目前是沒有這樣子 目前不會下降了 不會再下降了 是 那如果孩子再減少的話 那就是減班了 大概就減少班級數 是的 因為一個班級數的 那個班級的規模的部分 還是要有一個比較經濟 以及跟學生同彩互動的這樣子的規模 所以未來來講 老師的量夠不夠 未來老師的值夠不夠 以目前來講 老師的值跟量的部分 基本上應該是還是 我們都有在控管這方面的一個 教室的數量的部分 基本上是 是可以滿足目前的一個 現場的老師的一個人數的一個需求 我想 雖然您過去一直在國教嘛 對 高教比較接觸比較少嘛 是 可是既然在教育部當次長 對於高教的部分 多少還是應該會比較了解一點 跟委員班 因為過去我長期 也在教育部機制師服務 所以對高教機制的部分也了解 是 那以現在來講 對 大學 對 超過55歲以上的教授 佔了百分比多少 大學超過50歲以上的教授的部分 超過55歲以上的 超過55歲以上的 佔了四分之一 你知道嗎 對 相關數據資料的部分 佔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對 那換句話說 在十年之內 對 要退休的老師 也是現在大學教授的四分之一 一萬三千人左右 大學有一萬三千多個教授要退休 對 國中國小的老師現在也統統要期待退休 那加上我們的教育怎麼辦 接下來老師夠不夠 夠不夠未來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教育部應該要去考量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對 一個幾個月前媒體報導的是 大學的老師要退休 面臨退休潮 所以現在 今天報紙又登了 國中國小老師也是在退休潮 而且大家都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學校裡面不管是大學也好 不管是小學也好 老師之間談的話 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 你什麼時候會退休 你什麼時候可以脫離苦海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一個教育 辦到最後 讓老師們覺得在學校裡面 是 呆的是一個苦海 離開學校就是脫離苦海 怎麼會變這樣呢 是 是 你在教育這麼久了 是 這種現象 有沒有辦法解決呢 讓老師覺得我在學校裡面教書 不是很辛苦 不是苦海 樂在其中 當然要有很多因素配合 可是教育部主要有一個奔法 不能讓老師覺得我在學校裡面教書 是在苦海裡面 那每天心裡就是面臨這麼多痛苦 那怎么会交出好孩子来 怎么会交出好学生出来呢 如果不能没有办法交出好学生 没有办法交出好孩子 那未来国家怎么办 市长教育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提供给老师一个友善 或者是一个可以发挥 他专长的一个教学的空间 我想这个是教育部也好 或者是各县市政府 大家要共同去努力的 所以包含了 刚刚委员也特别提到 包含教师原额的这个部分的提升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也在持续的做一些的努力 那另外的话就是有关行政减量 就是减少行政减量 让老师的部分能够回归到教学的一个专业 然后尽量去减少这个对老师的 在行政上干扰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就是提升老师的本身的专业的素质 专业的素养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提供老师在进修在研习 以及呢包含了教师的社群 能够呢去共同去解决老师所面对到的这个问题 提升他的能力 那我想整体各个部分的话 都可以整体来做一些的努力跟提升 市长 大学来讲 现在博士生越来越少了 这几年博士生已经从五千多人念博士 现在变成只有三千多个人在念博士 所以大学的教授来讲都是博士生 那而且还有很多的学校大学来讲 他不找本国内培养的博士 都要从国外回来的博士 那博士生又再减少 那将来怎么办呢 那国小来讲 真实的老师的人数少于退休的人数 那是不是想现出将来 接任老师的会越来越多 如果是接任老师越来越多 接任老师一年一聘啊 他没有办法长久的规划啊 今年有明年会不会再聘我不知道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教学的品质会怎么办 另外我前几天我再也再提出来 现在要跨领域教学 现在跨领域教学来讲 还有选择的课程越来越多 老师不够啊 那又怎么办呢 你今天要学生选择 可是没有那么多老师啊 你现在跨领域教学 老师本身有没有跨领域的能力呢 如果老师没有跨领域的能力 你叫学校跨领域教学 怎么教 知道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很多政策改变 可是相关的配套措施要配合下去啊 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谢谢蒋伟员 那我想刚刚提到了 针对老师的这种跨领域的合作 当然尤其是在配合107科纲 这个部分我们大概都有列为一个配套的措施的处理 那同时呢 也就是说包含了老师的进修研习 专业的这个成长的部分 也都会在相关的配套里面配合这个相关课程跟教学的改革的部分 列为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来处理 市长 因为你是长次 你不是正次 对不对 正次520一定会换掉 对不对 长次520以后不见得会换掉 所以针对老师师资的问题 退休的问题 如何去做一个正确的回应 让老师的值 让老师的量 不会因此而低落 让教学品质能够提升 培育国家未来的人才 我觉得这是教育部 未来这段时间应该要赶快思考的问题 尤其107课纲要实施 在107课纲之前 老师怎么去配合 还有大学 我刚刚讲过 10年之内有一万多个老师 大学教授要退休 我们怎么去填补 我想这个部分请教育部 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去思考 和递出一个好的办法出来 好吗 谢谢 是的 谢谢江文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 柯志恩委员 柯志恩委员不在 郑立军委员 郑立军委员 郑立军委员不在 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 黄国书委员不在 那下一个因为林维州委员跟我换了 那就要请周 周委员要请你上来替我主持 请段行康委员发言 请段行康委员发言 我们请林次长 请次长 段行康委员 郑立军委员 市长 您从这个教育部 然后到教育局 回到教育部 我给您问一个这个 学校的这个安全通报的一个原则 是 我们根据教育部所颁定的 校园安全及灾害事件通报作业要点 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需要通报的事件呢 当然包括在校园之内发生了安全的问题 对 譬如说有学生受伤 有学生被性骚扰 或者有学生这个发生这个不当的这个管教事件啊 那么是不是都需要通报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通报的部分基本上分成两种 一个是责任通报 一个是法定通报 那么刚刚您提到的那个是属于责任通报 就学校里面发生的一些校民的相关事项的部分 基本上都希望能够通报 所以你请教一下法定通报就是依法它必须要通报 对 是的 对不对 是 它分成甲乙丙三级嘛 是的 这个我们说应该要这个通报主管机关 就是它的标准是叫做 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发展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标准嘛 原则嘛 那怎么分甲乙丙呢 甲乙丙呢 甲乙丙是确定了 所以这个事件啊 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 乙丙乙丙呢 是疑似 就是严重啊 而且他疑似会 他疑似有这样的事件 丙乙丙呢 是其他的了 就是这个状况更轻微 所以只要是我们学校认为是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的事件 不管是疑似或者是确定 他都应该依法要通报 对不对 是的 那我能不能跟你请教 从民国101年到现在 就是这最近的这五年内 我们教育部曾经收到的这个通报 大概有几件 你知道吗 想不出来 我讲的通报不是见了新闻才通报啊 对没有没有 这个基本上就是学校里面就是要 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几件吗 全国的统计数字的部分 基本上 这个可能再查一下了解一下 是 跟教育部要的资料 从101年到105年总共15件 这里面有大学有专科 有高中有小学有高职 15件通通都是 延迟校园新骚扰事件 这个 我说这个通报是说 延迟通报啦 应该这样讲 就是你该通报结果没有通报 延迟通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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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 它是法定 应该要通报 但是你学校没有通报 所以我就罚你 总共15件 是 那我现在要问 什么叫做 严重影响学生的这个身心 如果 学生在学校 遭受到这个严重的体罚算不算 是应该算 是应该算 对 那 有没有延迟通报的情形 因为你们这15件 通通都是性骚扰 对 是 有没有 这15件的部分基本上 呃 法定 这属于法定通报的部分 对不对 根据我过去的 都是法定通报 我知道了 是的 那你现在体罚是不算要法定通报 算 如果是严重的这个 那所以 所以你 所以这个表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如果校园发生不当管教体罚事件 都有 通报 都没有延迟通报 所以才没有被罚嘛 是不是这样 没有列在这里面 不是没有列在这里面 对 这是你们教育部给我们的嘛 这只有这15件嘛 因为延迟通报 所以被罚嘛 对不对 全部的 活动小的部分 蛤 是 对 没有错嘛 是 对不对 从大学到小学嘛 是 所以我现在跟你请教 几个案子 都是旧案了 是 在民国101年发生的台南起制 国立台湾台南起制学校 高职部 有一位黄姓的老师 他 这个 涉嫌啊 这个虐待 或者是 体罚 一个 这个高职部的学生 101年 一直处理到104年 104年呢 台南起制学校 被判国赔7万元 这个案子 有没有事先通报 知道吗 应该是有通报 有没有 应该是有通报 没有啊 这个案子 是在 学校临时开会 将导师记过两次 就是这一位黄老师 调离职务 进入不试任教师辅导程序 然后 这是101年8月31 101年9月3号 这个家长向国教署 陈勤 申诉了这个事件 然后 因为家长跟国教署陈勤 学校才通报 学校是在家长陈勤之后通报 那这个案子发生在101年的1月10号 这个学生被老师拉到手脱臼 然后左手骨折 然后被 这个发现这个学生被打到这个两侧大腿屁股整个淤青 101年发生了 到了101年1月10号 到了101年因为这个家长去跟国教署去陈勤 校方才赶快通报 那这个以你们的标准 不叫延迟通报 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国中部 也是台南企治学校 国中部的赵老师 这个案子 对 从101年的9月发生 到103年的4月3号 教育局对赵老师 违反儿哨法事件 处罚6万元 我们不管他到底最后 有没有认定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 有没有通报 学校有没有通报 101年9月 9月11号发生的事情 9月发生的事情 学校什么时候通报 102年的11月23通报 经过了一年多之后 通报给国教署 我们看下一个案例 也是台南企治学校 这个是幼儿部 幼儿部的这个案子 发生在103年的2月26号 4岁的王姓幼童 被家长发现 左眼错伤红肿 后来发现诊断 去到齐美医院诊断 这个受伤不止一次 反复受伤 才会带去诊断 到103年5月19号 头部外伤 与双眼外侧鼻梁错伤 103年的6月 学校通报社会局 然后呢 最后 教学校调查署时 有多名幼儿受害 所以他通报社会局 有没有通报国教署 没有通报 103年7月18号 国教署接受到 这个 这个 学生 家长陈勤 然后 含请学校查明 这已经在103年的7月 事情发生快半年以后 学校没有通报啊 我就问这三个案例 问你们 你们叫做法定通报 这三个案例算不算要法定通报 算不算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一般认定 就是学校的通报 是以 学校相关人员 知悉这件事情 如果他不知悉这件事情 他是无从去通报的 但是如果 他不知悉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可能 那我提了这些案子 家长都到学校去抗议了 对 学校也对 第一个案子 学校也对老师做处罰 对 是 第三个案子连社会局都介入了 你们没有接受到通报 你们也就算了 什么叫做知悉 案子闹成这样 要学校还不知悉吗 第三个案例 这个幼儿部的这个案例 学校调查属失 有多名幼儿受害 我能不能问你 这三位老师现在在哪里 你知道吗 这三位老师的部分 这三位老师 第一位高职部的 这位黄老师仍然在国中部任教 而且担任导师 第二位的赵老师 仍然在国中部任教 第三位所有多名幼儿受害 这位陈老师仍然在 台南体制学校的幼儿部受害 这个任教 你们 你们 你们教育部 处理这种叫做校园通报事件 如果都是这样漫不经心 那你当然学校就是这样子 获悉你啊 都已经确实确认 有的老师道歉 有的学校赔偿 有的学校调查说不止一件 那这些老师 继续在学校 甚至有的人还继续担任导师 你觉得这样子处理是适合的吗 你们教育部没有责任吗 我刚才列出来这15个通报的事件 15个通报事件 延迟通报事件 通通都是性骚扰 所以我就问你 你当教育部的主官 你们担任首长 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说只有性骚扰事件 学校才不通报 才延迟通报 其他的事件 叫做严重影响学童 身心发展的这些事件 学校都会即时通报 你不觉得有疑问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针对学校的一个延迟通报 或者是在处置不当的部分 我想包含了主管机关 他都会依照相关的规定 你们就是主管机关 所以 你们主管机关如果怠惰的话 你们如果怠惰的话 谁是你们的主管机关 谁对你们有办法 因为这件事情是国教署在处理 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 包含了学校的校长 跟我们的行政员 应该有接受应该的这个处分 不 我现在是要追究你教育部的责任 我现在不是追究学校的责任 你教育部 今天从头 你就没有肩负起 你应该要有的监督责任 这个请教育部啊 这个主席我们请教育部在 这个礼拜 我们会议结束这个礼拜 礼拜五之前 提一份报告 给我们委员会 好 请教育部在这个礼拜五之前提报告 可不可以 好 谢谢 可以 谢谢 是 谢谢段委员 谢谢 谢谢段委员 好 我们接下来请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 陈廷飞委员不在 王定云委员 王定云委员 王定云委员不在 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 郑云鹏委员 陈廷飞委员不在 帅 waterfall 陈廷飞委员不在 请凌维维周委员 我們今天要審查的這個相關的條文 我們待會兒逐條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來討論 不過我在這裡 我是要利用一點時間來 建議跟請教你幾個問題 關於這個520之後 你還會不會在教育部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是常務事務官 是 所以還會繼續在教育部 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可能性很大 好 那這樣我跟你談就比較有意義 就是之前我在總質詢 院會總質詢的時候也提到過 就是關於這個六都之外的縣市 有的縣市呢 人口成長相當快 這個比較少啦 比較少 但是呢 像我們新竹縣 就是一個比較特立的地方 來自新竹縣 人口成長非常快 然後就有衍生出一些問題啊 那其中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學校不足 那這個聽起來是有一點匪夷所思啊 現在都少子化 學校 很多偏遠學校 偏鄉的學校都面臨裁校並校的問題 像最近我們也看到苗栗那邊 也有一些大蘋果小 即將要被裁校 然後司長 那個家長都在抗議 希望不要裁 不過我們那裡喔 新竹縣 尤其在竹北市 就特別 每年都在要蓋新的學校 每年喔 最近幾年啊 每年最少都蓋一個學校 這個 我們的王處長在這裡 現在處長你現在在哪裡 請你也一起上來好不好 國教署副署長 現在是 國教署副署長 喔 國教署副署長 王處長喔 以前在我們新竹縣 擔任過教育署處長 所以他最清楚喔 喔 對不起喔 所以在我們竹北市喔 我們每年都在蓋學校 蓋小學 蓋國中 那你知道蓋一個學校 大概要花大概八億 九億左右啦 不含土地 對 不含土地 五六億啦 五六億有不夠 看學校規模 目前不太夠 這個處長知道 八億算是一個平均數啦 看他的規模嘛 看他的班級數 就每年要蓋 所以喔 他每年都要編列這樣的預算 但是對一個非五都的縣市 他的預算規模 一年像新竹縣來講 大概這樣兩百億左右 那所能用在教育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定的比例 最多百分之四十左右 那這一部分在扣掉一些 經常的支出 事實上能夠在資本門上面的投資支出啊 是很有限的 所以當這個縣市啊 如果面臨到每年要蓋新學校 它是周轉不來的 六都沒有這個問題啦 因為他的預算規模大 一千多億兩千億 那蓋一個學校八億十億的喔 對他來講喔 他這個雲資很方便 而且不是每個地方都會人口成長 其實只是某一些區域會人口成長 其他區域是人口可能在減少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國小跟國中是 學區就讀 所以當這個區域人口成長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就是要蓋學校 它是學區就讀 你不可能叫小學生月區去就讀 很遠的地方去就讀 即使我們有多出好多偏鄉的學校 沒有小朋友去念 但是在人口成長的城市 你還是要一直不停的蓋學校 國小國中都有這個問題 那最 我今天要問的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荒謬的事情 當我們地方上 在爭取交通建設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蓋一條線道 蓋一條道路 我們中央都能夠補助 大概70%到80%左右的經費 交通部 各種民部 內政部有時候也有一些經費 可以來補助 那重大建設 然後按照這個比例 比如說中央85% 地方15% 或是中央70% 縣市20% 然後那個鄉鎮 我們那邊還有鄉鎮市10% 這樣的比例下去 讓重大的建設 可以完成 但是在這個學校上面 你看它算不算重大建設 對於老百姓來講 對於民眾人民來講 就學權 這個是憲法保障的國民教育的就學權 是跟行的權利 我想一樣重要的 甚至有很多家長認為這個更重要了 小孩子就讀這個小學國中 這是基本權利 我們中央這裡的補助 非常 幾乎沒有啦 沒有補助 大概這是制度上的設計 認為國中小 這個屬於 縣市政府的 這個 它的業務 所以教育部也不補助 其實跟交通 那一部分 的這個思考邏輯 完全就不一樣 我剛剛講的交通 建設的補助 其實那也不一定是省道國道 縣道鄉道 交通部也可以補助 內政部也常常在補助 而且是 百分之七十八十 這樣的比例的補助 但是就是在學校 補助的額度多少 我們請那個副組長 給我們講一下 我們新龍國小 東興國小 六家國中也好 東興國中也好 補助的比例 以教育部補助的比例 大概多少 有沒有印象 跟委員報告是這樣子 那個新龍國小 大概現在 設效大概13億 應該到60班 那麼這個 東興國小的部分 大概7到8億 那在蔣部長的時候 我們也鑽難申請 大概我記得 也將近10分之1的左右 大概1億多 那現在就是說 新的後來 在前年我離開之前 就是又一所國中國小 那麼東興國中 跟安興國小 大概規模也是36班到60班 那這部分大概在去年 說部長有專案性 可以1億1千多萬的補助 應該說 大概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狀況 因為現在地方政府的 這個教育補助 設算在行政的 一般性補助款裡面 是 那麼現在就是說 像新竹縣 也爭取了部的補助 那教育部這邊說實在 也在盡頭的所有資源裡面 也給的 但是很困難 OK 好 大概10% 有時候10%不到的補助 所以這個邏輯 我不曉得那個制度 是怎麼設計的 你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制度上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要重新檢討 這個在全國來講 這種新興人口高速成長的城市 其實不多啦 不多啦 小孩子會一直增加 然後需要 小學國中 需要再去新建的 其實不多 但是不應該受到懲罰啦 我們現在都要鼓勵生產 然後少子化大家認為是這個 哇 是很嚴重的問題 老年化 少子化 那既然有這些新興的都市 那既然有這些新興的都市 他的這個年輕人那麼願意 新設學校 新蓋的學校 到底有多少 那你們的補助款的比例 跟額度大概多少 做一個統計數字給我 我想要來看一下我們 我現在了解的是 我們新竹縣的狀況 其實如果全國各地 如果有類似這樣的新興都市 人口成長快速 然後需要每年或是一兩年 就要新蓋一個學校 國小或國中 這樣子的地方 我們應該予以鼓勵才對啦 而不是懲罰 那你不補助他 等於是一個懲罰 那個地方政府是很痛苦的 然後呢 他沒有辦法 雲之啦 尤其是非五都的 這樣子的縣市 六都啦 對不起 六都之外的這些 沒有升格的縣市 因為他的預算規模 本來就有限 所以在這裡 我請你們 在這個 不用那麼嚴格啦 520之前 也提出 這個關於全國各地 新興都市人口成長 過去五年 有新蓋學校 那教育部到底做了什麼 你們幫助了什麼 提出一個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林委 好 謝謝 請回 好 接下來請 徐永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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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肖美琴委員 不在 不在 李彦秀委員 不在 劉世芳委員 劉世芳委員 不在 簡東銘委員 不在 孔文責委員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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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主席 我們有請次長 請您次長 貝群 次長好 因為我們今天是為了因應大法官 試自730號的一個解釋 就是針對這個學校教職員退休 19條第二項 我們要把它變成法律保留 那我想修法的方向跟它的意義 價值 精神是確定的 那只是說原來的限制 我們把它從一個施行細則的一個規定 把它移到法律保留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來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剛好是司法 法治跟教育聯繫 就是在教育部的統計有這樣的情形 就是依照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十四條 他已經退休了 然後又再回來學校在任職的人數有多少 這樣的情形多不多 剛才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公立學校退休以後在任的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統計下來 大概有65位 65位 對 65位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 當然大家的權力保障 我們都要 法律上都要來給他保障 只是說65位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退休的時候一定有一定的年紀了 那他們會再回到學校去任職的情況 理由 情形是怎樣 為什麼會再回來學校 已經退休了 有些退休了以後 包含這邊我們統計 65位裡面 大概有57位的部分 他是進到國立大專校園 可能有可能是他原來是國中小的老師 然後博士學位以後 他退休了以後 然後再轉任到國立的大專校園裡面去 他本身的一個生涯 有在更進階的一個規劃 另外有8位是中等學校以下 那這個可能是 有一些可能是隨同他的 比如說他原來可能是擔任職員 然後可能將來考上高補考等等的部分 可能有取得到比較高階的公務員的任用 大概會有這種案例產生 所以因為照這個法律的精神 我們事實上也是鼓勵的嘛 所以鼓勵他們再回來職場 那我再請教說 我們已了解的實務情況 就是說現在很多老師 中小學的老師 因為他們很早就進入這個教育的職場 所以他們退休的時間也比我們一般的 其他的工作者要來得早 那他有可能說他的教學經驗豐富 或者其他的備受肯定 也有情況就再回來學校擔任這個臨時的 或者是代課老師 這樣的情形普遍嗎 基本上在學校裡面 就是可能 包含了學校裡面 如果說是 學校的課排完以後 學校裡面的 學校裡面專任的老師 課排完之後 學校裡面如果有 那個教學的需要的部分 他可以請那個代理的教師 或者是代課的教師 那通常我們就希望給年輕人機會 但是有時候學校裡面可能 請不到這種適合的人 所以有一些退休的老師的部分 大概也會就安排 但是這些老師 縱使他回到學校裡面 來擔任這種代課 或者是監課的這種事情 基本上他有那個最低工資的一個限制 那其實這個情況 就像剛剛次長講的 其實應該是要鼓勵現在的 年輕的代課老師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流量老師的問題很嚴重 那照 如果照次長這樣講 其實有可能是說 因為我比較認識原來的 這個學校的校長 或者相關的人員 我就有可能比較有機會 再回來學校代課 那他除了因為他有付出 我們當然也要給他一定的一個勞動的薪資 那他本身有領勞動的薪資 然後那個他的退休的部分 事實上也是原來還是維持的 那這樣合理嗎 這個是基本上當然 剛剛提到就是說 基本上是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需要代理 或代課的這個機會的話 是優先給年輕人 那怎麼 但是確實是有些學校的地點 有些比較偏 或者是可能因為他代理代課的時間很短 或者是臨時性 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客戶的一個派帶 那可能找不到適合的人 所以學校可能就會找一些退休的老師 那學校像這樣的情況會有統計嗎 還是說這個不會報到教育部來 基本上是不會報到教育部來 但是各縣市政府本身 如果他們有需要 他們會去做一些的統計 那這樣的情形到底要不要鼓勵 就退休的老師我們歡迎他再回來學校 然後還是有領友一定的 他還是有工作機會 那可能也會去影響到其他年輕 或者流浪老師的一個 所以基本上大概各縣市政府 大概都會規定一個基本的 就是回到學校裡面來 大概一個月 就是每一個禮拜安排的課堂結束 好像是八堂十堂 各縣市政府會有一些規定 那除非是因為客戶上面的安排 因為有些課程是 比如說像國文就六堂課 如果你帶兩個班 可能就十二堂課 像這種情形比較例外的部分 才會有一個特殊情形的處理 但是如果他的 所以是授權給各地方主管 各地方政府去做一些規範 但是如果說這位退休的老師 他如果再回來學校裡面兼課的話 他如果是有超過薪資 就是最低的工資是 那個三萬兩千一百六十元的話 那就要停月退 他是有這個規範 因為大家也知道現在的 這個工作機會是非常競爭的 那我們希望大家每個人的權利 都應該保障 只是說應該也要考慮到 其他的平等的原則 那接下來我請教次長 有關這個性別平等教育法 因為現在這個大家社會的問題 我想次長應該也充分了解 就是在我們的國中生 國中生應該就十五到十八歲 那當然在我們有關刑法的規定裡面 相關的一些可能就是在十六歲以下 他就是一個可能就是 他就是法律規定的一個性侵害的 一個被害的一個年紀 那現在就是說很多的 比如說小朋友 國中生 高中生 國中生 那他們因為透過很多的管道 因為現在網路什麼的交友的管道 認識了 那發生了這個兩個人 算是這個有意願 然後就做超過我們法律上 現在給他們這個 我們要保護他的一個年紀 那可能都是兩個 兩個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應該就是說都是在十六歲以下 那如果又是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學校在處理 我們大概都會依照這個性別 這個教育這個法 學校來保護 從學校的處理的精神 是保護的方向 那當然如果今天家長 他也知道了 他認為說他的小孩是被害的話 那也有可能因為學校的通報 或者他們自己去報案 這就變成一個訴訟的一個司法案件 那我想了解說教育部在這個部分 有很多的學校在一開始 接到這種通報 有所謂的性侵或者涉嫌性侵的 一個情況的時候 或因為十六歲以下 他們這種只是願意 那也是違法的 那學校在接到通報 或者在窒息這些事情的時候 的處理方向 還有跟司法機關的配合部分 那個想請次長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我想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部分的話 就是兩兆之間 他如果說是一方是成年人 一方是未成年人 那基本上那個成年人的部分 會有涉及到兒少的相關 對 相關的法律的部分 自然會走相關法律的途徑 來去做一個處理 那第二個的部分的話 如果是兩兆之間呢 都是屬於未成年 那可能要去了解 剛剛講的前提兩兆都是未成年 就是十六歲以下嘛 才會到有司法的問題 如果是兩兆是未成年的部分 那可能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兩小無猜啦 對 另外一種是就是 一方不是自願的 就是這樣子的 可能是強迫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呢 如果是兩小無猜的部分 可能基於這個保護雙方 除非是另外一方的家長有提高 等等這個部分 才會走到法律的一個訴訟的路線 或者基本上學校大概會用教育輔導的方式 以及這個相關的這種方向來做處理 那如果說是兩兆之間 有一方涉及到強迫 或者是有另外一方的家長的部分 那兼職提高的部分 那這個才會走法律的路線 去做一些的處理 那這些相關的 剛剛提到這些的 涉及到性評的這個部分 當學校窒息 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他依法必須進行這個相關的通報 通報給 對 會 然後同時的部分學校裡面 也必須召開性評會 組成性評小組去做一些的調查 就是通報 然後調查 對 那我本席的質疑就是說 除了通報 除了調查 學校還有做什麼 教育單位還有做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你們的調查 事實上是先於司法機關的 可能這個少年法庭還沒有調查完畢 學校的動作比較快 你們就已經做了一個決定了嗎 事實上有時候你們的決定 跟後來司法單位的認定 大家證據上的判斷是不一樣的 是 我現在要了解的是說 除了調查 除了通報 那學校還有在做些什麼 另外 對 另外除了這個部分 走這個相關行政的這個處理程序之外 對於當事人的部分 學校會進行這個相關的輔導 所以必要的話 那包含學校裡面有導師 輔導人員 或者專政輔導教師 或者是包含了社工 學校裡面 各縣市政府 我們也都要求成立 學生的諮商輔導中心 相關的資源 都會寄註到這個學校裡面來 可以與這個學生作業輔導跟協助 那最後請教次長 對 這樣的數目有做統計嗎 因為涉及到這種兒少案件的部分 通常我們學校裡 大概都會以密件的方式做處理 都是通報給各縣市的 對 各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會再匯整到教育部嗎 也會匯整到我們的這個校案中心這邊 那是不是這個禮拜五之前 把這樣的匯整資料給本委員會 然後可以我們提供這個校案資料給委員 是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顧力雄委員 我們是不是有請林次長 請林次長貝勳 顧委員 有關這個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第14條的修正草案 是 那麼林維州委員及原管理委員 都有提到一個第四項的規定 那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是說 你們對這個第四項是同意的 只是刪除有關那個之前的部分的規定 那我能不能請教一下 第四項的規定到底在說什麼 第四項的規定的部分 他主要的就是對於重新退休啊 退休人員他如果在任的時候 如果他年資滿15年以上 他有做一些相關的一個規範 不是 市長你是不是講顛倒 應該是說 他再任或轉任之後 再重新退休吧 對 剛好講顛倒了吧 是 他現在就是根據第二項 他因為他有一個在任或轉任 之後再來第二次退休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好 那麼您現在贊成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我看你們的報告是說 這個基於公教人員退休法的17條 第三項也有類似的規定 所以你們是贊成的 是比照的 那您只有這個要跟這個公務人員的 這個退休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做同樣的這個比較 實質上 實質上 我不是很瞭解的 就是說 有沒有讓這個 學校的教職人員 反而得到一個更favor的一個結果 有沒有 報告委員 不好意思 第四項的前段的文字的意思是說 如果第二次再重新退休的人員 他年資滿15年的時候 他依照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他可以選擇一次退或月退 但是因為第二次退休的人員 有可能收到第二下年資採集的上限35年 所以他第二次採集的年資 可能只採集了10年 但是因為我們考量他任職15年 所以我們還是同意讓他一第五條的規定 可以領月退或是一次退 這是前段的規定 那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學校教職員 就是公立學校教職員 他的退休的這一個 可以比如說 折領這一個一次月退或月 一次退或月退的這一個情況 就比這個來看起來相關的規定 就比公務人員來的優渥 對不對 公務人員的話 你如果沒有合乎85 就是說如果沒有滿60 或者是說35 加起來沒有滿85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領月退的 但是看起來學校的教職員 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那甚至看起來 可以折領月退的這個年紀 是相當的輕 現在最低可以到幾歲 就可以領月退 目前的學校教職員的部分 是那個75制 所以他滿25年 滿50歲 50歲就可以領月退 對不對 只要做滿25年 那麼50歲就可以領月退 那如果他再任 再任或轉任之後呢 他再重新退休 對 那麼他 他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他 照道理講 應該 是會滿了這個跟公務人員 一樣的這個所謂85的一個概念 才有可能會再重新 退休滿15年 對不對 但 但你們這個學校教職員的退休法 退休條例有一條我看不懂 就是說能不能請教一下 就是請次長或者是承辦人員看一下 你們的第五條的 應該是第幾項 應該是第四項吧 說年齡未滿50歲 具有工作能力而申請退休者 這個大概比較無關 那另外有一個條件是說 如果年滿65歲而延長服務者 不得責領月退休金 那請教一下 為什麼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有一個說年滿65歲 退休的話呢 才退休的話 是不可以責領月退休金的 這個理由何在 報告委員 這個當時在立法的時候 是認為65歲是借領退休的年齡 所以我們針對借領退休年齡的話 你年資符合一定條件的時候 是可以讓你領月退休金的 但是超過65歲 因為就是一個例外的情形 那我們本來是希望不要破壞 借領退休的這種精神 但是在後面的淡數有規定說 如果你教學研究上 有傑出表現的 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延長服務的話 我們還是同意讓你領月退休金 那所以如果我理解沒有錯的話 你們是希望 他借領退休的年紀 最好的退休的年紀 是在 60歲嘛 對不對 65 也就是說不要超過65 應該是說 60到65中間應該要退 是可能你們一個最適當的年齡 當然你們的甚至 按照你們的75次是滿50歲 就有可能可以退了 但是滿65歲才退你們是不鼓勵的 甚至某種程度會給他懲罰 就是說他不可以領月退的 那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你加上了第四項說 他重新退休的時候 那比照公務人員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公務人員有沒有說 年滿65歲延退 而不可以領月退的規定 這個就我們所知公務人員已經沒有延長服務的規定了 那也當然也不可能去想像 所謂的65歲不可以領月退的規定 那因為你們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那我的疑問當然就是說 你這個第四項去比照公務人員退休法的第十七條的第三項的規定 那還有沒有所謂的年滿65歲 就是重新退休啦 在任或轉任之後重新退休 那麼年滿65歲沒有符合你但書的規定 沒有你講的什麼教學或研究上 有所謂的優異表現 有學術聲望的什麼什麼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 淡數的排除的規定的情況之下 他在重新退休的時候 他到底能不能領月退 重新退休 如果他沒有那個要件的話就不行 他就只能領一次退 但是你 我現在就是看不懂 我現在就看不懂 就是說亂照你現在的這一個修正草案的 林維州委員等提出來的第四項 他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第二項人員重新退休時 其再任或轉任或是任職年之滿15年以上則 得救第五條第一項是退休金總類擇一之領嘛 第五條第一項的所謂的退休金總類 就是包括了一次退休金跟月退休金嘛 然後 沒有 沒有 類似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的第五條 剛剛講應該是第四項吧 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那 解釋上要怎麼用 報告委員這個情形 草案的第四項的規定就是我們舉例說 如果有一個人他是年滿25年的年資 他年滿50歲 那他滿了65 對 他第一次退休的時候 因為他有25年的年資 他第一次退休沒有滿65 對 他現在重新退休滿了65 對 所以他第二次退休的年資 他可能有15年 那他可能 他就可以回到第五條的規定去選擇領月退休金 或是一次退休金 但如果他是在公立專科以上學校的話 他可以延長服務 那如果說他沒有那些特殊優異的表現的話 他超過65歲的時候 他就不能領月退休金 他就變成他要依照條例的規定 他要去領一次退休金 所以你的解釋是指說 我不是 我還是聽不太懂啦 你的解釋是指說 我縱使有這個第四項的規定的話 那麼如果他重新退休 他第一次退休沒有滿65嘛 對不對 他可能50歲就退了嘛 他第二次退休的時候 你想想看嘛 他要再滿15年對不對 才可以按照第五條去折領月退 或者是一次退嘛 這時候想像大部分的人都滿了65了啦 對不對 這個時候他到底沒有符合但書的規定 他到底能不能去領月退啦 我的簡單的問題講了半天 就是問你這麼一個問題嘛 他到底能不能折領月退啦 如果他沒有但書的規定的話 基本上就 不具這個條件 當然就不能夠領月退 他只能夠領一次退 那次長啊 我就是看完這個你的這一條 這個林維州委員的第四項啊 我剛剛 別的沒有再鑽研一下 我就這一個規定啦 看了半天啦 我看不出來他不能領月退 反而是 反而是他 按照這個第四項的規定 他應該可以領月退啦 因為他是屬於 你們界定的重新退休嘛 那你的第五條 你的第五條的第四項的規定 是指第一次退休啦 我的理解可能是這樣子 我不曉得我有沒有錯啦 對不對 所以我才在這邊請教一下說 重新退休 到底滿了65歲 能不能領月退啊 那 這部分還是會回到 那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因為他第二次退休 還是依照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退休 所以第五條的規定 他還是要適用 我坦白講 你要跟我這樣講 我實在沒有把握啦 因為我剛剛講的 你這是反公務人員退休法的 第十七條的第三項規定 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十七條第三項 並沒有你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的 第五條的第四項的 類似的這樣規定 因此公務人員退休法的規定 沒有這個問題存在 但 你的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第五條第四項 有一個特別說 年滿65歲 才退休的 你是不可以領月退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當然有他的一個立法目的 但我已經先不去論 說你們一開始的起跑點 其實就跟公務人員退休 其實不站在同一個起跑點 你們現在教職員退休條例 五十歲就可以去領月退了 這個很多人都在批評說 活到九十歲領著四十年 要比原來任職的年資還要長等等的 已經引起很多人的這一個意見 這也是屬於年金改革裡面的一環 那這個姑且不論 那我現在的問題 從解釋的這個方法 上來看的話 那麼你在實 你在現行 你現在要修正的這個 所謂的十四條 上面 特別去說明 按照這個 比照公務人員退休法的十七條第三項的規定 重新退休的時候可以 即使看起來 照我看起來 從文藝上看起來 即使是滿了六十五歲 仍然是可以領月退 那我的問題是說 假設是這樣的解釋結果 你會破壞了原來的你的第五條 第四項 那一個所謂的滿六十五歲 不可以折領月退 除非有但書這種所謂的 什麼什麼聲望卓著啦 什麼教學卓越啦 等等這樣的一個 但書的規定之外 原則上是不能領月退 那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單純的增加第四項 而沒有在有其他的文藝上 做一個充分的一個規範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我看不太懂 到底能不能去領月退 我的方法 我的解釋的結果 好像搞不好重新退休 即使滿六十五歲 沒有合乎第五條的 第四項但書的規定 仍然可以領月退 那這樣的話 可能會根本的破壞你們 第五條第四項 那個規定的意思 那我必須坦白講 看你們這種所謂的 退休條例的這種文字 我跟早上吳智陽委員的感受 是一樣 看不見 如果連我都看不懂 我看全台灣也大概 要看得懂得幾稀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是怎麼看 我也看不懂 到底重新退休滿六十五歲 到底能不能 折領月退 這一點你們再好好思考一下 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可能 等一下我們主條還會討論 還會針對這個 可能要討論一下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陳歐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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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 請鍾嘉賓委員 謝謝 主席各位與會的委員先進 夜襲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大家午安 那麼接下來呢 還是有請次長齁 那也要請我們主計處的同仁 能不能就背巡台 主計處有人來嗎 請次長 有 主計處來的人 之前 我先請教次長 陳歐柏委員 陳歐柏 陳歐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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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教師退休人員的 都是併入在公務人員退府基金 是不是這樣 是 那公務人員退府基金目前的情況 可不可以請主技術說明一下 目前公務人員退府基金 它的潛藏負債 大概情況是怎麼樣 跟我們說明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 潛藏負債是不是請考試院說明 因為我手上沒有帶頭 考試院 好沒關係 誰能幫我們說明一下 因為我跟顧委員一樣 我們都只對一個 一個大概的輪廓很好奇 那我想請教一下 在考試院來之前 那個次長 目前我們全國的教師 在持續領退休金的人數 你們有沒有做過一個掌握 我們持續領退休金的人數 全序部副師長 目前大概十一萬九千多人 十一萬九千多人 那目前 教育部的管制 目前零有合格教師證 但沒有擔任教師工作的 俗稱的後用教師 或流浪教師有多少人 你們有沒有做過統計 有這個統計資料 應該有吧 你們該不會連這個統計照 都沒有吧 因為失陪機構 每年可以招生多少 失陪的員額 他們畢業之後 有沒有投入教職 你們應該有所管制吧 這個部分是有的 但是資料目前還沒有 有有有 好沒關係 你會後再補給我 但是大概多少人 有沒有十一萬多人 應該沒有啦 以前大概將近十萬人 但這幾年慢慢大概已經做處理 如果沒有去處理 你說處理是什麼處理 你們轉業 有一些大概就 我們所謂就是說 他考上了 考上什麼 考上了 教職 教職 這是一種 第二種的部分 他可能滿了十幾年以上 他放棄當老師了 他沒有再來了 好 你們如何判斷他放棄當老師 不在列管 大概一段時間嘛 他一直都沒考上 大概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有一個統計的 一個升分數 聽起來 有很多人 市長 我從你的答覆當中 聽起來 教育部不但知道 每年資培機構 有多少準教師畢業 你們也知道 在過去歷年 所畢業的準教師當中 他們有多少去考上教師 或者他們不再放棄考教師 甚至填一個放棄書 給教育部說 我不再投入教育了 你們連這樣的人 都有掌握是不是 他沒有那個 寫那個放棄書 不知道你怎麼知道他不再當老師了 可能每一年 大概有報考的人數裡面 他一直 好 很好 你說得很好 我就想你這句話 你目前有沒有掌握 各個地方政府 在辦理國民教育學程 就是國小教師跟國中教師 教徵的這些報考人數 你有沒有掌握 這個數據資料 好 每年有多少地方政府 辦理國中小的教徵 你們知道 他們每次辦理教徵 預計多少入選名額 你也知道 他們每次的入選名額 各位數 來了超過千人報考 你們也知道 那這些報考的名單 你們有沒有做重複的比對 你們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 不斷的重複的在報考 各地方政府辦理的教徵 有人點頭了 你們有這個資料嗎 是不是 這位是 我們那個司機教師 我們專門是 我們有個統計聯報的系統 有這個資料 好 這個資料我都希望你提供給我 其實我的問題很單純 其實呢 在我們了解 我們公教人員退府基金 提存不足造成的潛藏負債之前 我也問了次長 你也說 我們有將近11萬多人的退休教師 在領這個退休金 我們也知道 過去有一度高達10萬多個流浪教師 他們找不到工作 那你知不知道 目前 地方政府 之所以不辦理教徵 是因為沒有缺額嘛 那怎麼創造缺額 你有聽過9加1吧 有沒有聽過6加1 你們跟他解釋一下 什麼叫9加1 什麼叫6加1 這個頻道是全國播出的 什麼是9加1 我們目前國中 一個班是配幾個老師 兩個老師對不對 那9加1是什麼意思 沒滿9個班 再讓你多聘一個教師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那這個錢是誰出 這個多聘的教師的原合是誰出 國教署這邊嘛 國中教署 你知不知道有哪些縣市政府 他可以去支應9加1的這股經費 我這樣告訴你好了 我所來自的屏東縣政府 他目前沒有辦法支應9加1 但是有的地方政府 他可以支應9加1 聽說目前全國部分財政狀況好壞 好像只剩下屏東縣 還沒有辦法為國中教師 辦理9加1的缺額 你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國中的部分 我們有所謂那個國中200 但今年81號以後 我們大家希望能夠拉到國中450 什麼叫2405 就是250 就國中的部分 另外那個班級規模 另外增加200個代理教師 然後分配給各國中 我講的9加1不是代理教師嘛對不對 我講的9加1是每9個班 多給他一個配置的員額嘛 好啦 你們在問好也問不清楚啦 現在全國的教師 在10年前 我們的國小教師 開始出現了超額 超多於缺的情況 什麼叫超額多於缺額 就是每年的出生處降低班級數減班 造成了老師的編制員而下降 他下降的幅度 比老師退休的缺額還快 那造成了我們就超額教師 過去都可以地補退休的缺 現在退休的缺 都被減班的減邊缺吃掉了 在10年前很多地方政府 就不再辦理國小教征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預測 過了五六年 國中就是遇到同樣的情況 其實在三四年前 國中也遇到了 所謂的超多於缺 消化不了超額教師 這將近十年以來 國小也在控管缺額不補 國中也在控管缺額不補 這些五六年來控管的缺額不補 到今年差不多都用光了 以我所在的屏東縣政府來講 已經沒有退休管支的缺額 可以來應付現在每年 因為班級數減少的降邊 數額的超額教師了 現在屏東的很多老師 國中老師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沒有辦法安心的上課 因為屏東縣政府 他們不願意來辦理9加1 其實我要告訴各位的 教育部負責核列 全國各地方政府 他的教師員額 根據他的教師數來編列 9加1也好 甚至你們未來採用6加1也好 都是一個變通的方式 只是在狗眼殘喘 延緩教師超額的情況 大量惡化 你今年用9加1 過三年之後 9加1 釋出的缺額也不夠 超額教師就要求你辦6加1 每六個班再增加一個編制圓額 再過來就是3加1 再過來就是一個班 2.5個圓額 一個班三個圓額 請問教育部你做好準備沒有 你有沒有未來我們全國教師的需要的編額 你做好準備沒有 你有沒有去統計過目前 你教育部要養的 要致應的限職教師有多少編額 知不知道目前全國的限職教師 國中小的教師有多少編額 知不知道 你們有資料嘛對不對 對 有資料 現在我們在關心的情況是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 限職教師退休之後 他是不是在回任 我們今天法條在討論他的退休 他的薪水要怎麼領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 就是現在我們國家 單單致應這11萬多的退休教師 我們今天很多地方政府 因為中央不願意支持 必須各地方政府 視他的財政好壞 他去擴充這個編制 每九個班再增加一個教師的願額 來吸納這些因為少子化而超額的教師 你把這個問題丟給地方政府去處理 教育部你有沒有做好管制 所以我要告訴說 請教育部你們現在把這些資料 來 現在主計處的人來了 還是考討論的人來了 我要問一下 我關心的潛藏負債 副處長我們見過了 在曾經有報導說 我們調整了投報率及折限率 來將我們的公教退休基金的 潛藏的負債往下降 過去的投報率聽說是3 現在調到4 為什麼調整 他們好像主要是因為有 有參考一些就是限制的 現行的投報率 然後再去調整一下那個 作為精算一個基礎 好像變成是 來 接下來你們再把這個資訊公開就好 你們給我過去10年 我們退府公教基金的投報率 實質的投資報酬率 你告訴我過去10年的水平 你告訴我過去10年 我們的投報率持續在上升 所以我們未來 我們要調升我們的投報率 從3%調升為4% 如果你告訴我說 過去實現的投資報酬率 是逐年在上升 你要調整1% 2% 我們或許還可以接受 你能不能告訴我 過去10年我們的投資實質報酬率 比我們的預定投資報酬率還要高 是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這樣 我們過去10年的實質的投資報酬率 是不是高於我們原來的預期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整體來講有沒有 如果整體來講沒有的話 你過去預定的投資報酬率是3 你怎麼可能在過去的預期投資報酬率 沒有實現的情況之下 你把它調高對未來的投資報酬率 調高為4 這很簡單的道理 這在什麼 這叫做做假帳 你做假帳 讓我們的潛藏負債降低 以至於我們國家 我們的教育部門 會錯估我們軍公教退輔基金 尤其是公教師的退輔基金 對我們國家財政造成的壓力 如果這個情況不清楚 我們的教育部 如何來釋切調節 未來我們教師的供應量 我們如何來調節 對地方政府 每班教師員的編制 市長 您可不可以在一週後 把您 因為520之前看你的了 把剛剛講到的數字 提出來給我 好不好 那把你教育部對未來 我們未來教師的需求 包括限職教師 你們可以支持多少人 退休教師 你們可以支持多少人 把這個數字算出來 讓本院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討論今天修法的問題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請由美女委員 由美女委員 由美女委員不在 那剛剛我們林俊憲委員 有登記 那現在請林俊憲委員 發言時間5分鐘 謝謝 好 感謝主席 本席邀請我們全序部的代表 我們人事總處的代表 好 請全序部 還有我們財政部的代表 副司長 林副司長 行政院人事總處 好 行政院人事總處 陳處長 好 我想請教 請教兩位 這個年金改革啊 也是未來小英總統 新政府的重大政策之一 那我們今天再討論到 除了退休金的量之外 也應該要考量到請領的方式 那其中本黨有委員 羅智正委員他們有提案 軍公教退休人員 他的請領方式呢 應該改為按月發放 次月請領 不得提前指領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如何 其實工人目前的話是每半年發給一次 那之前也有研究過是說要按月發給 可是其實在我們開會的過程中 就是各機關有反應說 其實按月發給的話 會造成很多行政負擔 可是如果說政府政策決定要按月發給的話 我們也會配合辦理 所以又變可以啦 所以你到底贊成要反對啦 因為據了解就是說 如果每半年發給一次的話 其實就是在政府財政上 會有增加一些利息的負擔 那因為政府現在財政困難 所以就是如果說決定按月發給的話 我們也會協調各機關就是權力配合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同意的 按月發給的話 應該是節省利息的支出吧 對 然後如果你半年發一次的話 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這樣才對吧 這不是我講的喔 為什麼勞工退休金請領 他要按月來領嗎 那只有我們軍公教 可以一次預領半年 是預領喔 那提前領喔 在年金改革啊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啊 江儀化院長 他也著手在這一塊 我覺得啊 在當時藍綠的年金改革 就這一點有共同點 2014年江儀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就提過 公務人員的退休金請領方式 要改為按季 他說先改為按季 三個月來發放一次 然後呢 逐漸的改為按月發放 那其實跟民進黨現在的提案主張 是一樣的 那我想請問喔 當時江儀化說 如果啦 改為按月發放啊 那麼 政府啊 每年可以省下 差不多10億的利息支出 這比較省錢呢 你同意嗎 那你剛剛講的又不一樣 哇 你打江儀化的耳光啊 包委員 我想這個部分喔 確實在當時這個 裁改方案的時候有討論過 沒有錯吧 對沒有錯 他是會省錢 不過現在就是有一個問題要考慮 就是剛才 全區部的代表也特別提到 那個行政作業的成本 原來六個月發一次 現在一個月發一次 當然這要考慮 大家要公平嘛 對 勞工可以 為什麼軍工就要 這個沒有不可以 就是說 配套的措施 配套措施如果做好 宣導的部分做好 一定可以做 那現在就是說 這前端的部分還沒有處理好 那所以那時候才緩了下來 這個本來就應該要改革啊 就要努力 那我照你這麼講怕麻煩 怕有其他衍生的成本 然後就不執行嗎 算起來啊 絕對政府 替政府省錢啊 如果沒有經過一個計算 如果沒有經過相關的配套 和執行的細節 江儀化會提出這樣的證件嗎 我想請問啊 那你說江儀化當時他的主張 要隨便講一講嗎 當時江儀化提出來啊 我覺得這個官僚體系喔 這個蠻厲害 是反對喔 幾乎同樣的說法 你們當時也是提出說 幾乎就跟你現在講的理由一樣啦 會有執行上的困難 會增加作業的負擔等等 我跟你們講啦 年金改革 是未來啊 新政府的重大政策 也需要啊 我們國會啊 不分藍綠 大家共同來推動 不要讓年金啊 成為台灣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痛啊 的一個問題 像這種不影響 軍工教領的錢的量 只是一個改變的情領方式啊 你們都會抵抗 就可以知道啊 這個年金改革 未來會遇到多大的困難 如果 未來 再 把半年預先提領 改為按月領取 法規上有沒有執行的困難 目前我們是在施行細則裡面規定說每半年發給一次 那所以未來如果決定要每個月發給的話 我們就會去修施行細則 沒有困難嘛 那相關的 這個 這個 當時啦 還有一個反對啊 說這樣會影響啊 這個 這個 退休的人員喔 它的財務規劃等等 什麼理由都有啦 啊 我覺得 是為了反對 而反對啦 不要 不要啊 因為 怕增加你們的作業負擔 等著改革以後啊 就很順暢了 改過以後啊 至少啦 我們不會有社會 一個這樣不公平的現象 哪有軍公教的特別優待 他可以提前 提前遇之半年 所以 目前 我們有立委的這樣的提案 你們贊成嗎 協任單位的態度怎麼樣 贊成阿板對 現在已經有立委的提案了 我們已經有提案了 我們會尊重 尊重喔 贊不贊成你要尊重 你個人啦 你覺得改這樣好不好 如果說就是 跟 國民年金啊 勞保那些一致的話 我們是同意的 好 謝謝喔 謝謝兩位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沒有了 好 現在尋答已經 都發言完畢 那 委員質詢時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禁數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委員 委員 提出書面執行 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我現在針求在場委員 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們這個只有一條的條文 是不是我們等一下 先休息一個五分鐘之後 我們就繼續審查這個條文 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 沒有的話 我們就先休息五分鐘 然後繼續開會 休息 謝謝 謝謝 記者 拍馬給 拍公的 看在場 拍公的 早期 拍公的 會 剛才 您 韓国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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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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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看条文对照表 行政院提案第14条部分 第一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 增定第二项 曾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办理退休职务之前 离免职退费或相当退休职务金 之前给予离免职退休之年之结算 给予之公务人员 公立学校教育人员 政务人员 公营事业人员 民选首长 及中华民国85年2月1日 以后转任之军职人员 与其他公职人员 于在任或转任学校教职员 并以本条例重行退休之年之 连同以前由政府编列预算支付退休职务金 之前给予离免职退费 或办理年之结算 给予之年之合并计算 以不超过第五条第二项 第三项及第21条之一第一项 锁定最高采计年之违线 委员科资人等17人提案部分 第十四条第一项 未修正与现行条文童 增定第二项 曾以本条例或其他法令办理退休职务 之前离免职退费 或年之结算和发相当退休之前 或离职给予之公务人员 公立学校教育人员 政务人员 公营事业人员 民选首长及中华民国85年2月1日以后 转任之军职人员 与其他公职人员 于在任或转任学校教职员 并以本条例重行退休 之前之年之 连同以前由政府编列预算支付退休职务金 之前给予离免职退费 或办理年资结算 给予之年资合并计算 以不超过第五条及第21条之一 第一项锁定最高财经年资为限 委员颜宽衡等18人提案第十四条 依本条例退休之前或离职者 如在任公立学校教职员时 无庸缴回已领之退休金 之前给予或离职退费 其退休之前或离职前任职年资 于重行退休时 不予计算 乘以本条例或其他法令办理退休职务 之前离免职退费或相当退休职务金 之前给予离免职退费之年资结算 给予之公立学校教职员 公务人员 政务人员 公营事业人员 民选首长及中华民国85年2月1日以后 转任之军职人员与其他公职人员 于在任或转任公立学校教职员 并以本条例重行退休之前之年资 连同以前由政府编列预算 支付退休职务金 之前给予离免职退费或办理年资结算 给予之年资合并计算 已不超过第五条第二项第三项及第21条之一第一项锁定最高财经年资危险 前项所称其他公职人员只承认依聘用人员聘用条例 行政院即所属机关约雇人员雇用办法 国军聘用及雇用人员管理作业要点禁用 或依各主管机关锁定单行规章聘用人员 第二项人员重行退休时 其在任或转任后任职年资满15年以上者 得就第五条第一项之退休金种类择一之领 并按其核定之退休年资计算退休给予 但其退辅新制实施前在任或转任之年资 应接续于前次由政府编列预算支给退休职务金 之前给予或其年资结算给予等采计年资之后 按接续后年资之退休金种类计算标准核发给予 依本条例重行之前者 其退辅新制实施前年资之之前给予计算方式一同 委员林威中等16人提案第14条 与委员盐宽等18人提案相同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一条 先看第一项 这个第一项 行政院版 柯智恩委员版 跟严宽恒委员跟林维州委员版 严宽恒委员跟林维州委员版 就是一套 然后那边行政院版跟柯智恩委员版是另外一套 差别就在这个 所谓的 一个是有涵盖退休或之前或离职者 这是一个差别 这个有差吗 因为在第二项的时候就会写到了 所以他在第一项没写 好 OK 好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看 请法治局表达这样意见 针对第一项 这边是有写涵盖资钱离职 但是行政院版跟柯智恩委员版 是没有涵盖资钱跟离职 还有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 前面的这一套 前面一套是在任公教人员 那写的比较含糊 那后面的这一套是写 只限定在在任公立学校教职人员 所以这个差异在哪里 有什么建议 主席各位委员 法治局在这里先做一个背景的说明 104年6月18号 司法院大法官司制730号所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98年的4月10号 大法官4至658号的解释 他也同时提到了公务人员退休法这样的问题 那那时候的公务人员退休法 事件系的13条 大法官也认为有违反法律保留 所以后来 行政院提案 我们后来就通过了 在99年的8月4号 总统公布了公务人员退休法17条 从100年1月1号开始施行 这是一个法治上的背景 先让委员知道 所以政策上 因为司法院的市制要求一年内 所以这个政策上有急迫性 可能要竞速通过 这是背景说明 第二个 今天修正的这个条文 在第一项刚刚委员所垂询的部分 到底要不要包括所谓的资遣或离职 从教育部的说明里面 可以看到有几个问题点 第一个 教育部是透过100年的函事 来告诉我们要去参考 公务人员资遣给予的办法 但是第一个 公务人员资遣给予的办法 在100年1月1号 也已经同步废止了 第二个 用一个函事来处理这样的 所谓的资遣给予 妥不妥事在法治上荣有争议 那第二个他提到说 本条例的规范主体 不包括所谓 资遣或离职者 那他用了这个条例的第一条 来做说明 因为他说第一条 学校教职员之退休 是依本条例行之 所以他没有资遣等等 所以就不应该包括进来 可是同样的体力 我们去看 公务人员退休法的第一条 他也是只有讲退休 那但是他也有处理资遣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之前其实他的发放 是比照一次退休金 所以在这里 法治局有一些修正动议 等一下请议事员再传下去 在第一条的建议 我们是建议 依照以林维州委员的版本 当基础的话 我们会建议在第一句话 依本条例后面加几个字是 或其他法令 因为之前的规定 可能他会放在其他法令的话 就把第一句话 依本条例或其他法令 退休之前或离职者 那第二句话 如在任公立学校教职员时 因为这个条例已经有告诉我们 学校教职员是限于公立学校 所以这个前面的 这里面的公立两个字 可以建议删除 所以第一项的规定 我们是建议依照林维州委员的版本 然后在第一句话 加上获其他法令 在第二句话拿掉公立 那后面的部分就等一下发下去 大家再逐项讨论 以上谢谢 这局这样的说明 教育部这边 有没有不同意见 教育部同意 校正东义已经写了 各位委员 各位委员 有没有针对第一项 董伟委员 请说 要大体讨论 你这个先处理第一项 你后面的部分讨论 怎么去决定第一项 我能不能从整个来询问一下 好不好 就是说不同的版本 但是我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条文是把 本来在适应细则里面的这个屋顶 把它在这个本法里面 把它制定 定这个屋顶 那这个屋顶呢 假设我们 讲这个年资的这个屋顶 是35年 就是说你这个 在曾经离职或者之前或者退休 那么再回任或转任 你的年资的计算 不能超过 合计不能超过35年 也就你在第一次退休 或者离职 或者之前 之前的年资 当然计算退休 计算的时候 这个不排除 但是年资的影响是什么呢 影响就会影响到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本法的第五条的第二项里面的选择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有个老师 他在第一次任职的时候呢 他是年资是20年 零两个月 然后他领了这个 因病离职 他领了资遣费 然后他又回任 他病好了又回任 回任之后 他可能任教到16年 他这个可以借 这个他可以退休了 但是呢 因为他之前领了 20年又两个月的资遣费 然后他第二次回任之后 的退休的计算 他就只能算到14年又10个月 否则就超过了35年嘛 那那个影响会是什么呢 影响会是他就不能在第二次 就是他其实是他的第一次退休啦 第一次是可能是之前 然后第二次是退休 他就不能选择他满15年 即便他第二次他任教满了16年 他不可以选择他要领月退縫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这样 状况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是在问你们 加入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先回答这个问题 不然你们就 是不是可以坐过来这边 段委员 麻烦你 坐顾委员旁边这边 这样比较直接面对面 谢谢 没关系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个麦克风 要用麦克风讲 请教一步 针对刚刚顾委员提的问题 段委员 段委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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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好 主席各位委员 教育部法治处处长 这边针对刚刚段委员的垂询 着作如下的说明 那我们最高可以采计的 退休年支是35年 那依照刚刚 这个段委员举的例子 确实他在任职的年支是16年 但是可以采计的年支是14年 又10个月 未足 这个条例第五条所讲的 可以领月退的门槛 那基于这样的考量 我们才会在草案的第四项 各位委员可以看到草案的第四项 林卫座委员的草案这边 待会会做文字说明 但是先就这个观点来看 谁的版本的第四项 就是林卫座委员才会在第四项 对 就是前二项人员重行退休时 其在任或转任后之 任职年支满15年以上者 就刚刚举的例子 他的任职年支已经16年了 就可以符合这一个第四项的前段 得救第五条第一项之退休金总类 这就是要解决 我们可以采计的年支未满15年 而他的任职 转任的任职年支已经达到15年 还可以让他领月退风一个配套措施 所以他真正的意思可能 如果着作修正的应该就是 这个相关人员重行退休时 其在任或转任后之 得采计之年支未满15年 而任职年支满15年以上者 就得救第五条 第一项之退休金总类 折一折领 他就可以领月退风 所以说如果待会我们讨论 有保留了第四项的话 那这样的话也同时可以解决 刚刚顾委员所讲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不起我打得差 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本来在修法之前 他是不可以领月退风 但修法之后 他变成可以领月退风 是这样子吗 单独计算只要15年 就可以选择了 是不是 就是他第二段 我真的也是要 要请教他们更清楚 第四项的前段的话 就是用来处理这样 放宽 我完全听不懂 你讲的第四项是在解决 刚刚他讲的问题 所以要加一句话 可能就比较容易听得到 完全看不出来 对 说什么 第五 跟委员再补充报告一下 第五条是提到说 退休年支 其实就是可以采计的年支 要15年以上 才会有月退风的资格符合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这一个条文的前段会提到说 要扣除前段 三四五年的 这一个天花板 要扣除前段的服务年支 就会有刚刚段委员所设理 那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他已经做了20年 又两个月 所以35年被扣掉 20年又两个月 他就宿命的达不到15年 最多就只能够采计 14年又10个月 那我们现在这个 林维州委员的第四项 就在补这个漏洞 就是提到说 如果你重行退休时 再任转任的 得采计的年支 只有14年又10个月 可是你的任职年支 已经16年了 已经满15年了嘛 就可以还是可以保留 你可以依照第五条 第一项退休金种类 来折一折领 他就包括了 一次退跟月退 这是一个配套 大概是必须把第一项 跟第四项来合并观察 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以上 你现在讲的 好 先顾委员先 是在考验我对于法律文字的智慧 我请问你 现在第四项 林维州委员的版本在讲说 再任或转任的年支 满15年以上的 得救第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的种类 退休金种类折一折领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再补充报告一下 刚刚提到说 第五条第一项 可以折领一次退 跟月退的门坛 你先跟我讲 你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 弩顿我完全看不懂 你刚刚在讲的意思 他现在第四项在讲说 满15年以上 得救第五条第一项 的退休金种类折一之领 这句话什么意思 然后并按其合定之退休年龄 年之计算退休给予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跟委员提到的 如果还没有加刚刚我讲的 那一句话的话 确实读起来是有一点点 转折啦 这边叫做 任职年之满15年 可是刚刚依照段伟那个讲 你先不用讲他的例子 我先问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在任或转任 实质在任转任的 第二次的任职年之满15年 就可以 依第五条第一项的退休金种类 折一之领 所以他这个的规定是不是很简 他再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说重新任职以后满了15年 就可以按第五条第一项来折领 跟刚刚他讲的14年 两个月到底是什么关系啦 没有关系嘛 再说 有的话那也要另外后面再处理嘛 所以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啦 就是说 因为前面应该加一句话 就会更清楚 就是 不是 不是 这个我这个 提案能不能可以说明一下 好 我了解的 就是说 这个第四项的第一段 就是刚刚顾委员所讲的 我了解的是这样子啦 如果不对的话 大家再讨论 就是说 当他是第二次任职的时候 只要他满15年 不管他之前的 前一次的那一段 是几年啦 都跟前面无关了 他就不用再去算什么35年几年了 是第二次的这一段 只要是满15年 他就可以直接 用选择 月退或是一次退 当然还要去算总年支 因为那个总年支 会跟他的如何 月退的 给付金额不同嘛 或者应该是说 是不是这样 他第二次一定要在满15年 再并计 这一个退 这一个 核定的退休年支 他才可以再一次去 如果他前面不核定的月退 好 对不对 意思 你们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嘛 对不对 前面的不管他有没有去 那他必须要第二次 要能够去领月退 就是说择一领取 他一定要在第二次 有做到满15年 这意思是很简单 他只规定这个 有 每一个法条都有他规定的 极限 他这个就只规定这个事情 好不好 好 对不对 现在请克志恩委员 看起来是你比较清楚 是 现在快12点了 我刚刚听了教育部的 还有刚刚顾律师所提到的 我觉得真的太复杂了 刚提出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们只希望把这个 施行细则把它 提高到法律的层次 我们要把它单纯化 因为在520之前 最好让这一条过去 否则6月18号之后就 就就就蛮麻烦的 是不是把它单纯化 先把这个部分 先单纯把它过了以后 有关林伟州 版本的第三根第四根 又还要并除其他的条文 一起讨论 还包括年金的大改革的部分 我刚刚看到那个 柯总赵的意思也还是 看是要大修呢 还是单纯把它过关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 先来讨论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很单纯的部分 就用院版跟我的版本 这一条里面 就让它在520之前 赶快把它过关 剩下那个第三第四那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 另按再来做一个处理 这样会不会比较单纯一点 否则再一讨论起来 真的很久耶 而且我们这个单纯 6月18号之前 一定要把它提升到 这个法律的 这个位阶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先紧急的部分 是不是要先做一个处理 我们先拙援我们开会的时间 因为早上我们开会时间已经到了 各位委员我们就 这个时间就延续 直接讨论 好 这个柯正恩委员的 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意见 教育部 有什么意见 报告委员 那有关林维州委员 提的第四项的 淡数的意识是 在退辅新制实行前 就是我们所谓的救治年资 那因为救治年资的采计 我们是前15年的时候 是一年给5% 第16年起 一年是给1%的退休金 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 他在退辅新制实施前 就是救治的年资 譬如说他已经领了 20年的年资了 那他在第二次在任之后 重新退休的年资 他就要接续前一次的 退休年资再去计算 就是从第21年开始计算 那这样子的规范 主要是因为 他在第一次的时候的前15年 一年是领5% 第16年起之后 一年是领1% 那如果没有这样规范的话 变成他第二次在任的年资 就是第一年会从5%开始计算 那事实上是跟 其他没有在任的人 原来讲是不横平的状况 所以我们 对 就是要接续前一次 退休的年资计算 以上说明 所以 简单讲 简单讲 这个第四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在任没有满15年 他 他就是 他就不能领这个退休金 那他能不能领原来的那个退休金 是在看他原来的 那个 他有没有符合那个退休计算嘛 简单讲 意思就是这样嘛 原来的还是可以领 对 原来 比如说我原来领的就有月退 那后来我再任了 那因为大家知道不能领双薪嘛 对不对 他原来的月退应该要把它停下来 那他 如果他再任没有满15年 他就又再办退休了 他原则上就是回到原来的 退休金去领取 第二次的如果没有满15年 就是领一次退休金 他第二次领一次退休金 那他如果原来有领月退呢 同时 他就是同时领一个原来的月退 再后来领一次的一次退 新的一次退 但是如果他第二段他满了15年 他才可以想办法去领月退 然后可以并记前面的 前面是年资采计的上限 到35年 然后去领月退吧 这样子 这样有清楚吗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 譬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状态是这样 我前面领月退 那我后面呢 我前面因为假设25年 那我后面呢 我只能 我后面虽然满了15年 但是我15年可以领月退 可是我月退只能计算10年 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就加起来是35嘛 但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变成说 他 因为未满15年 他满了15年 但是呢 他实际上 被采计的只能 原来只能采计14年又10个月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一个淡输 所以他变成他可以领月退 他的领的月退 就是领14年又10个月的月退 对 对 了解 这样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 好 我还想想 你这15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15年的基础是什么 规定啊 規定啊 我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现行的第五条规定 可是 对 可是 没有啊 因为 不是因为我 对 因为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你看很多老师啊 其实20几岁都当老师了 对不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大概 我20几岁 我大概 不到40岁 我就先申请来退休一下 没有 这是第二次的 不是 第一次 我知道是第二次 不好意思啊 我就先申请退休一下 然后呢 他可以再去念个书 然后什么的 然后他之后呢 对 马上再来 对 然后又会更高了 然后我又满15年 哇 这个 这个这样一开漏洞就开了 不是 对 只是黏字并记啊 不是啦 你 你这样子15年很快 随便第二次任职 15年很快就有了 跟刚刚董尔元讲那个例子又不一样了 对 那 这个 这个 他还是要符合 其他的规范 我知道这个 我在担心会有这个 那另外 你看 行政院版 科委员版 还有原委员跟林维洲 你这个里面 你第一厢那边有一个 公立学校教育人员 那从那个林维洲版本这边的是公立学校教职员 教育人员跟教职员 你们这 这 差别在哪里 跟委员说明一下 因为 公立学校教职员的部分 学校教职员的话 在本条例的第二条有去定义了 就是公立学校的校长 教师 助教 以及救治的职员 教职员 那至于我们这边所谓的教育人员 我们会认为是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 那依照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的规定 学校教职员除了公立学校的校长 教师 以及助教之外 还有运动教练 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跟社会教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 另外在大学里面 还有依照大学法去授权 会聘任的专业技术人员跟研究人员等等 你的教职员 我们的教育人员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那你教职员就是只有 校长 教师 助教 还有救治职员 正式职员 救治 救治 对啊职员嘛 对不对 那就没有包含我们刚才说 譬如说像运动教练 他就不在学校教职员的范围内 大学的研究人员 或者是大学聘的专业技术人员 也就没有在学校教职员的范围内 那这些人员他们现在的退休 都是在他们自己的聘任办法里面有比照教师的规定 办理退休 所以 所以你们的教育人员涵盖比较广 对 好 可是像我刚刚 我说我担心的那个 比如说你的 我刚刚讲的 工友 寄工 在我们这里面是算职员 还是 我们过去会认为塔比加索 蛤 蛤 对啊职员工啊 对不对 他们是劳保 他们是领劳保 所以就不在这个规范范围内 所以就不在这个范围内 不是适用我们这个 我现在就是要厘清这一个 他们现在的工友寄工 他们领的也是劳保 那他如果就像这样 他如果上进之后 对不对 他 可以考到公务人员任用 或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会担心 你这个如果过 会不会也是照相 规范到这些人 如果这个条文过了之后 现在的工友 是不会在这个范围内 因为他们现在是 是用劳保 劳基法 所以教育人员也 也没有 没有包含工友 教育人员也没有包含他们 没有包含工友 所以我要确认可以 是 好 对 就我刚刚在寻达的时候 问的那个问题 就说你们那个第五条 的第四项 现在 到底在 在你们现在的 十四条的规范上 你现在说 因为你现在说 只要满十五年以上 得救第五条第一项 或者说 你的版本 你以为说 我的版本 就得救第五条第一项 规定 这个退院总体择一之灵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第四项规定的适用 所以他 无条件的应该是可以来 来越退嘛 对不对 那你们是刚刚好像 尋导的时候说不是 那不是的 不是看起来 好像这样规定怪怪的 我们的意思是 因为依照本条例 重新退休的人 本来就要依照本条例的 所有的规范去规范 那 只是我们在第四项的时候 是一个算是比较特别的规范 是因为 如果说今天一个人 重新退休之后 他任职的年资 虽然达15年 可是他实际 采计的年资 我们只核定了10年好了 那依照我们本条例的规定 你核定10年的话 你就不应该领月退休金 你只能选择一次退 但是我们在第四项的规定 是针对这个人 算是一个 一个重宽的规定说 因为你实际任职15年 虽然你收到天花板的上限 只能采计10年 但是我还是重宽 让你可以用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去选择月退休金 或一次退休金 但是至于本条例的 其他各条的规范 他还是都要符合 所以如果这一类的人员 他可以去选择月退休金 可是他有第五条 第四项的那个情形的话 那他还是不能够 不能够责理月退休金 这样子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刚刚也在寻谈 听出来是这个意思 但我会说 但我会说 如果你就这样写的话 你一定 一定 一定 一定完全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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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那个公共能人员 退休法17条 他没有类似你的第五条 第四项的这个 所谓65岁 才退的 不可以领月退的这个规定 所以他那样的规定 没有法律上的 解释上的疑议问题 你要是单纯这样子写 要我看起来怎么解释 都是15年以上 不管你才今年是多少 那我纵使是满65岁 我应该也是可以领月退的 因为你是 你前面的帽子就是解说 他只要载任或转任后 年资满15年 你没有其他的限制 那因此他得救第五条 第一项規定来折一自领 第五条第一项就是包括 一次退跟月退 对啊 就是跟委员报告就是 其实读第四项的时候 必须把第一项跟第二项读完 再读到第四项来 第一项是指前面年资不能够采集 第二项就是想前面年资 并后面的符年资不能够超过35年 那第四项要来处理的 其实就是一种类型 就是它可以采集的年资是低于15年 不符合第五条第一项的那个门槛 但是它的服务年资 是达到15年的第一外规定 所以这一个项词的用意目的 就只用来松绑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而已 对啊 所以说修正条文就变成讲说 这一个前项人员重行退休时 其再任或转任后之得采季之年之未满15年 就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14年又10个月 而任职年之满15年以上者 就是这个条件的人 才可以就第五条第一项的退休金 折衣之礼 你再加多少的帽子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 你只是在处理第一项跟第二项延续下来 有关那个载任年资满15年 不管采集年资是多少 你认为你只是在解释这个部分 但是你文字上都会说 没有引用第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的情况下 就等于排除了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使用 因此他满了65岁 重新认子满了65岁 他就可以申请月退 可是你们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满了65岁 再任年资满了65 不管采集年资多少 他都不应该领月退 除非有符合那个淡数的规定 但你必须说 我必须说 因为你这个文字上是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我刚刚才会说 我刚刚才会说 我的 我给你们四年的条文是这样子 就是说 那你们再考虑看看 我这个也是很粗浅的 我也没有说我这样子写一定是对 但我只是认为说 你必须要把第四项 或者是说 你要不要考虑得依第五条规定 之令退休金 就是说把第五条所有的规定 都还是纳入你适用的范围内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研究一下 第二项第三项 还有 还有什么 你们刚刚好像还有第五项的规定 其他的规定到底 在你规范这一项的 这一条 这个所谓任职版15年以上的 到底有没有排除的问题 只有四项 我们这个只有四项 你那个文字稍微要讲一下 因为你本来是写得救第五条第一项 之退休金的种类 得一之令 所以我把你文字上稍微倒装一下 就是说 变成规定得依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四项规定 及第四项规定 之令退休金 这样子 变成说你不要得救 变成要得依 要依啦 要依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四项规定 那要把规定放在前面 然后 来支领退休金 这样子 这样子 修改 教育部这边觉得 可以吗 得一 得一 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四项 得一 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四项规定 规定 支领退休金 那他到底能不能 支领月退 或者只能一次退 就是看第五条第一项 及第四项的规定 可以吗 好 教育部认为可行 所以 我们这个要提 修正动议 好来 我们来 处理一下 他会 变成 一四项的 不一定 就会 有 那他现在 如果这样子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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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覺得這個把第一項跟第四項都寫進去,這樣子會清楚啦 就是回歸到第五條嘛,就只要碰到這個情況就會回歸到第五條去 按照第一項第四項 法治局,好,有什麼意見 所以我們是不是把這個第四項修正成 前項人員重新退休時,其在任或轉任後支得採計年支未滿15年,而任職年支滿15年以上 也就是說在第二句話,把剛剛教育部的意見,得採計年支未滿15年還是把它擺進去 因為他們要限縮他們,他們要明確他們的試用範圍 那在第二句話,依照顧委員的意見是 得一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退休金種類等規定,擇一支領 因為我們在這裡認為第一項只處理那個退休金種類的支領問題 他就不要去處理其他的問題,這樣比較不會怕又產生解釋的意義 我再唸一次,就是第二句話把它改成 得一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退休金種類等規定,擇一支領 這樣看能不能解決 第一個,第一個我是認為你那個公務人員退休法的17條 他的第三項規定,是規定的那個 前面那個什麼任職年支,他沒有寫採計年支 我覺得你不要再規定跟他不一樣 因為你再規定跟他不一樣 我覺得只是讓人家更看不懂 因為你公務人員退休法的17條 他就沒有再講採計年支,什麼年支的問題 他就是寫任職年支滿15年 那至於採計年支那個用後面那個 並案期核定是退休年齡,計算退休幾乎 加上前面的那個第二項天花板35年 那個大概就夠了 就夠了,你如果再改他 我覺得因為最好公務人員退休法跟學校教授 能夠一樣的就一樣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因為你有一個很奇怪的第四項規定 所以我剛剛才看不懂 那你這第四項到底要不要排除 那所以我覺得你就是只要 加進去第四項也有適用就對了 那所以才會說得一第五條第一項 及第四項規定 那你現在後面還不要再寫說 退休金種類 這個概念主要是我是怕說 因為你那個第四項 不是只是單純講退休金種類 你的第一項講退休金種類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你的第四項不是在講退休金種類 所以你當前面寫說得一第五條第一項 然後及第四項規定 退休金種類如果這樣寫的話 我不敢說絕對錯 比較有文字洁癖的來看的話 那您剛剛提的那個建議的文字是 所以我才說用比較簡潔的文字就是說 得一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 支領退休金這樣就好 那至於它怎麼支領 就回歸到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對啊 因為它又有原則又有例外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它又有說沒有滿65可以按第五條第一項 但滿了65按第四項 但第四項又有一個單數 你這樣齁 也夠原則又加例外 一例外又回到一個例外 是 好 我覺得顧委員講的是 那我現在算出來 是 回到這邊 他那個任職滿 他那個只要是任職 現在我認為公內 退休法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任職年資滿15年以上 就可以領啦 至於年資算多少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是 他是 條件就是15年才能領月退 因為他根本就是想要 他們要進行 認職15年 想要是15年才領月退 15年才領月退 15年才領月退 對 年資滿15年才領月退 算算年資 認職年資 不是講財人年資 你小人如果要算財人年資 這個後面不能不用寫 對 你實際上是不用寫 你實際上是不用寫 你會寫出來就是因為要排除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排除嗎 就是排除那個的 欠項的適用 也就是說 所以 剛才您講的這個風險 什麼意思我不太了解 就是 據我的理解 這個 修到現在就是變成 嗯 剛才你們所講的 任職15年 但是採計10年 所以他可以選擇月退 但是他的 這個月退的這個計算 是用10年來計 對啊 是這樣沒有錯嗎 對啊 沒錯 就是這樣 那這樣有風險嗎 沒有 因為你如果有風險 公務員退要是去港街 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好 最後一步 嗯 那顧委員剛剛提的這個修正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 按照這個顧委員剛剛提的這個 文字修正的動議 來處理 好 我們就把它合併起來 還有兩項 還有兩項 二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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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呃 你的還要不要 那個修正多一個 叫他們整個論 你的那個 整個條文是修正的 連第二項 第三項 就一起這樣 您下來 第三項是那個 前項所稱其他公職人員 那我們 法治局的建議 是不是就比照公務人員退休法 把它放到事情系者去處理 也可以啦 所以第三項是 建議不予鎮定 依照林委的版本 那第二項的部分 我們有一些文字 會稍微再調整一下 是不是都一起寫在 授權我們寫在修正動議 再請委委再看一下 好 唯一一個就是你們那個 給我的那個版本 第一項是用 或其他法律退休 那第二項是 或其他法律 沒有那個 他打錯了 所以兩個要一致吧 你現在是用法律還是法律 先割幾條 不 不 他要等這個從你了 所以這個還不要 還要從你了 就我們 你一個就好了嘛 一個修正動議 就把它都在一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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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那個採進年資最高 所以他們那個採進年資最高 Kann沒有 如此 他們就幫助你 decision 你這樣思想 immediate свои 打て mi 簡單的就是 我前面不是求人入院 我第二次一定要再入院 我才可以入院 不然我有一次退 第二次只能入院 第二次第一次退就差點多 如果我做一次就差點多 我願意入院 那你前面如果可以入院 你就現在退 你現在第二次退就不繼續入院 那如果你前面第一次也只能入院 你現在第二次也還是沒有入院 還是只能入院 你兩個都一直退 對 那如果你第二次到哪裡可以入院 你第二次到哪裡入院 你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併激到前面的臉 但是天花板不再入院 意思就是這樣 那他樂隊就會出來 對不對 他前面比如說說後面 一年就十年 任主板是五年 他一年就十年 他樂隊一定 而且要看他最後 他一般人會在任 應該是說原來當高校 後來就當大學 大概時間呢 對呀 對呀 對也比較高 應該不會有人再回去當高校 哈哈哈哈 應該是進修 對呀 我現在就不能用來 然後是說那麽 牠們最有什麽 對呀 那麽 那麽 這麽 我們三個 三個 我 pineapple 因為 那你三個 十歲就退 發生 我老婆的老婆上面有六個姐姐 所有的還那個年代的都只能念詞嗎 你還能念詞嗎 每一個人都不直接退人去 念詞專嗎 詞專可能很好 你不是說詞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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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來真正方的 你不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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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我老婆 4點一張 全部都剩下 小學生 對阿 你不確定老公 其實挺有一個 老公 那樣就有一個 請問兩次會,一定現在都吃虧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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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先读修正动议 第十四条 一本条例或其他法令 年资结算给予之公立学校教育人员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公民事业人员 民选首长及中华民国85年2月1日以后 在任或轉任後之任職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 得益第五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之領退休金 並按其核定制退休年資計算退休給予 但其退輔新制實施前在任或轉任之年資 應接續於前次由政府編列預算之給退休值五金 資遣給予或年資結算給予等採計年資之後 按接續後年資退休金種類 計算標準合法給予 依其他法令重行資遣者 其退輔新制實施前年資資資遣給予計算方式一同 提案人林維州 顧立雄 段一康 周春敏 宣讀完畢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照修正動議通過 沒有啦 好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已經處理完畢 以上四案病案審查完畢 您據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公爵 本案是否需交由黨團協商 不需要 好 院會討論時 由林召集委員為週說明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上會 謝謝大家 好 來 五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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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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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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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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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